第2281章你真的很厉害 是吗 毫无疑问 业绩肯定不会选择相信 退一万步讲 就算龙傲真的能够将古天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也不可能是不死之身 业绩非常清楚 极限星空不朽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无限接近12位星空主宰的超级存在 每一次极限星空不朽 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我们拭目以待 看着如此有信心的龙鹰 业绩心里咯噔以下 难道龙傲真的能够炼制星空师奴 并且炼制出来的星空师奴 真的是不死之身 是真是假 稍后就会知晓 见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龙兄弟 古天的尸体呢 龙傲笑了笑 他很清楚业绩的意思 作为业绩的杀父之仇 不亲眼见到仇人的尸体 相信业绩肯定不会甘休 古天的尸体凭空出现 在业绩再三确定之后 龙傲直接将古天的尸体 送入混沌殿之内 对于古天的尸体和原神 龙傲是相当的看重 龙兄弟 你真的能够将古天炼制 成为星空师奴 稍后就会知道 龙傲很是神秘 有点迫不及待地进入混沌殿 龙鹰并没有丝毫的隐瞒 立刻将击杀古天的消息传了出去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前后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龙腾帝国灭杀古天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浩瀚星空 无数的星空界域全部知道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龙腾帝国即杀了古天 真的假的 要是一般人 龙腾帝国杀了就杀了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唯独古天 这个好称星空不朽的超级强者 却被龙腾帝国杀了 肯定是假的 消息传出 根本没有人相信 因为星空不朽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非常清楚 单凭一个小小的龙腾帝国 真的能够击杀一位星空不朽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没有人相信 龙腾帝国没有在乎所有人是否相信 事实胜于雄辩 因为这种事情肯定会有人不相信 无风不起浪 开始有人慢慢地怀疑起来 因为很多人都非常清楚 击杀一位星空不朽 不是什么小事 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开玩笑 除非是龙腾帝国闲着没事做蛋腾 混沌殿内 第一偏殿 巨大的水池内 如今的水池咕噜噜地冒着气泡 古天的尸体已经被强行送入 要是换做一般的人 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最多数分钟的时间 最多数个时辰就可以炼制成功 至于古天 龙奥就没有丝毫的信心 不管怎么说 古天始终都是星空不朽 这是龙奥第一次炼制星空不朽 到底需要多久能够炼制成功 他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一天 十天 还是一个月或者一年 又或者十年 谁也说不准 结果却让龙奥大吃一惊 短短的一天时间 就已经成功地将古天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对于这一点 龙奥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按照他的估算 想要将古天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最次也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水池的威力实在太恐怖了 后山禁闭 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古天 业绩整个人都有点震惊 原来龙奥真的做到了 他还在想 龙奥是否真的能够将古天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没有亲眼见到 实在有点扯淡的事情 龙兄弟 我不得不承认 你真的很厉害 古天已经陨落 却能够被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因为叶绩心里非常清楚 这样以来 龙腾帝国 又多出一位星空不朽作证 这对于一个帝国来说 简直太重要了 叶大哥 不如试试星空师奴的威力 没问题 叶绩也非常想试试 看看龙奥炼制出的星空师奴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不死之身意味着什么 他心里非常清楚 叶绩没有丝毫的迟疑 迫不及待的和星空师奴大战起来 两人的身影不断的交错在一起 渐渐地 叶绩震惊的发现 已经被炼制成为星空师奴的古天 实力似乎再次暴涨 就算是自己都不是对方的敌手 至于星空师奴到底是不是不死之身 他根本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无法验证这一点 他都不是星空师奴的敌手 怎么可能使出对方的底细 算是苦闷到了极点 龙奥不仅拥有着如此强悍的星空师奴 并且还拥有可以灭杀星空不朽的见证 这两样加起来 足以抗衡九大星空帝国 也就是说 如今的龙腾帝国 已经可以争霸整个浩瀚星空 要是龙奥足够有野心 那么完全可以争霸星空 这就要看龙奥的意思了 龙兄弟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 对于叶绩的意思 龙奥岂能不知道 想了想 说到 叶大哥 我知道你的意思 虽然以帝国如今的实力 完全可以争霸星空 不过暂时我没有这个打算 对于争霸星空 龙奥的确还没有想过 因为他非常清楚 一旦此是复之行动 就没有拉回来的功 九大星空帝国能够毅力浩瀚星空这么多年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但凭帝国如今的实力 是否能够争得一席之位 谁也不知道 龙奥不知道 九大星空帝国之内 是否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存在 万一有呢 根据子林所说 见证的威力虽然可以灭杀 五位以下的星空不朽 不过却无法灭杀极限星空不朽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算星空师奴师不死之身 是否能够抗衡极限星空不朽 没有真正大战过 谁也不知道 无法考证 这才是最为感到头疼的事情 业绩很清楚龙奥的意思 此时的确有些麻烦 不能随随便便地做出决定 要不然的话 一步错 不步错 到时候满盘皆输 就无法挽回结局了 我之前已经说过 只要你能够帮我报仇 从今以后 我就坐镇龙腾帝国 不过龙奥 以你现在的力量 要是不争霸星空的话 的确有点可惜 你好好想想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万万不要错失 第2282章信不信由你 是否开始争霸星空帝国 龙奥也拿不定主意 七帝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过按照我的想法 我们先发展帝国的实力 等到拥有足够底蕴的时候 再争霸星空不迟 龙奥也是如此想的 九大星空帝国的底蕴 不必多说 我们帝国虽然已经有着 星空不朽和见证作证 不过底蕴却远远不如 九大星空帝国 大哥 就按照你所说的办 不能因小师大 龙奥从混沌殿之内 召唤出星空不朽诗奴 七帝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鹰心里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 立刻说道 七帝 此时万万不可 你在外没有防身 怎么能行 有着星空不朽诗奴守护你 我也可以少点担心 已经有了见证 多一个星空不朽诗奴 其实已经无用 帝国无用 不代表龙奥不需要 不管怎么说 龙奥长期身处生死之间 要是有着星空不朽诗奴坐镇 那么龙奥的安危 也可以得到保障 龙奥却是摇摇头 大哥 你先听我说 帝国现在最是需要发展 见证的威力虽大 却不能随随便变的动用 有着星空不朽诗奴 和叶大哥坐镇帝国 我也可以放心 这个 还没有等龙鹰说话 龙奥继续说道 大哥 此事就听我的 龙鹰很清楚 自己七帝的性格 但凡决定的事情 几乎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如今的龙腾帝国 有着两位星空不朽坐镇 并且还有着剑镇守护 可以说是铁桶一个 不要说其他帝国 就算是九大星空帝国 都不敢随随便便的前来找麻烦 对于帝国发生的事情 见无敌和沈臣几人都已经知道 别人也许不会相信 见无敌几人却非常相信 龙奥不会忽悠自己等人 帝国真的击杀了一位星空不朽 这是什么概念 并且根据龙奥所说 古天不仅被击杀 还被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也就是说 如今的龙腾帝国 拥有两位星空不朽坐镇 还有能够击杀星空不朽的 剑镇守护 很是震惊 尤其是剑无敌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师父让自己加入龙腾帝国 而选择第一帝国了 按照之前的情况 第一帝国要远远凌驾于龙腾帝国 无论是谁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帝国 而不是选择龙腾帝国 师父还真是高瞻远瞩 不过见无敌几人都没有主动去找龙奥 因为几人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龙奥愿意 肯定会相助他们提升实力 要是不愿意 就算他们去找 也是于事无辜 事情发生的第三天 赵冲就火急火料地赶来 这次他前来的意思 其实不管是见无敌 还是龙奥都非常清楚 虽然对此人没有多少好感 不过不管怎么说 赵冲始终都是见无敌的师父 正所谓不看赵冲的面子 也要看看见无敌的面子 正是如此 龙奥还是见了赵冲 不知道前辈这次前来所谓何事 赵冲的态度 直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笑着说道 龙奥 我这次前来就是想要确认一件事 古天真的被你杀了 还没有等龙奥说话 见无敌已经说到 师父 的确如此 直觉告诉赵冲 此事应该不假 不过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毕竟古天是一位星空不朽 意味着什么他心里非常清楚 龙奥 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 龙奥心里很是不爽 赵冲一而再再而三得如此 完全是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要不是看在见无敌的面子上 他根本不会见赵冲 脸色稍微有点不好看起来 龙奥冷冷地说道 信不信由你 并且我也不需要你相信 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要是以前 龙奥敢如此 赵冲肯定会大怒 但是现在 赵冲心里就算如何的不爽 还是隐生生地忍了下来 赵冲肯定不敢尝试 因为他几乎已经确定 龙腾帝国真的击杀了一位星空不朽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龙奥想要击杀自己 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不需要 我这是随随便便地问问 剑兄 你和家师聊着 我还有事 龙奥很是看不惯赵冲此人 喜身离开 见无敌似乎有些不满 说道 师父 你刚刚问的有点太过分了 无敌 我故意如此 真是没有想到 龙奥居然能够击杀一位星空不朽 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剑无敌点点头 对于师父 他也没有多少隐瞒 将之前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讲了一遍 原来如此 能够号令所有剑灵组成剑阵 看来龙奥真的很不简单 本来第一帝国已经准备出手对付龙奥 不过正是因为此事 第一帝国已经打消这个念头 没有丝毫的惊讶 要是这样第一帝国还打算继续出手的话 那么第一帝国就真的是太傻了 毕竟如今的龙腾帝国已经今非昔比 不是以前的龙腾帝国 师父 我奉劝你 还是早点离开第一帝国 加入龙腾帝国 我有种直觉 在不久的将来 龙兄弟完全可以改变浩瀚星空的格局 并且追逐浩瀚星空的九大星空 从而取而代之 成为浩瀚星空的最强大星空帝国 赤妈 赵冲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说道 无敌 师父知道你的意思 就算龙奥借助万力能够击杀星空不朽 龙腾帝国还是无法抗衡九大星空 尤其是第一帝国 师父 这是为何 见无敌心里其实已经猜到了什么 不管怎么说 九大星空帝国能够屹立这么多年 肯定有着一些底蕴 要不然的话 早就随着时间消失在茫茫星空了 其他星空帝国我不知道 但只是第一星空帝国 据我所知的事情 帝国之内 最次有着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存在 甚至更多 你应该知道极限星空不朽意味着什么 龙腾帝国能够抗衡吗 至于其他八大星空帝国 肯定也各自拥有属性自己的极限不朽存在 第2283章混沌石碑等级 极限星空不朽意味着什么 见无敌非常清楚 其实他已经猜到 九大星空帝国之中 肯定都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存在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帝国之内 居然有着不下于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存在 要真是如此的话 龙腾帝国还真不少 是九大星空帝国的敌手 就算如此 见无敌还是无怨无悔 直觉告诉他 龙奥肯定不简单 无敌 为师知道你心中所想 你我只要不是敌人即可 对于师徒两人说了什么 龙奥根本不在意 他坚信 见无敌肯定不会背叛帝国 他非常相信见无敌的性格 天武未面 外海 水晶宫内 叶独孤和龙霸天 以最快的速度感回味圆面 因为两人得到神算子的召唤 没有丝毫的惊讶 也许别人做不到 不代表神算子做不到 父亲 你找我 点点头 神算子想了想 说道 孤独 这次我召唤你回来 主要是想让你吞噬黑暗混沌石碑 啊 听到神算子的话 不管是叶独孤还是龙霸天 都彻底惊呆了 两人当然知道黑暗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简直惊喜到了极点 叶独孤非常清楚 自己一旦吞噬黑暗混沌石碑 那么毫无疑问 自己便可以成就星空主宰 黑暗星空主宰 父亲 我真的可以吞噬黑暗混沌石碑吗 直到此刻 叶独孤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能够吞噬黑暗混沌石碑 毕竟十二位星空主宰 只要不是混沌石碑主动离开 十二位星空主宰就不会陨落 浩瀚星空 一共才十二面混沌石碑 只要十二位星空主宰不陨落 就算父亲是星空主宰 也不可能帮助自己的到一面混沌石碑 但是现在 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这就是黑暗混沌石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面黑色石碑出现在两人面前 毫无疑问 这面黑色石碑肯定就是传说之中的混沌石碑 黑暗混沌石碑 浩瀚星空 共有十二面混沌石碑 五行混沌石碑 吞噬混沌石碑 雷电混沌石碑 空间混沌石碑 时间混沌石碑 毁灭混沌石碑 轮回混沌石碑 杀戮混沌石碑 神散混沌石碑 剑意混沌石碑 不灭霸体混沌石碑 非暗混沌石碑 按照正常情况 十二面混沌石碑的威力应该不分上下 别人也许不知道 但是也孤独岂能不知道 身为神算子的儿子 对于十二面混沌石碑 叶独孤也知道一二 不过具体的还是不清楚 父亲 十二面混沌石碑 是不是也有强弱之分 到底是如何划分的 要是以前 叶独孤也不想知道此事 因为不成就星空主宰 就算知道了又能如何 但是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 自己即将吞噬黑暗混沌石碑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就可以成就新的黑暗星空主宰 至于龙霸天 则是静静地站在一边 一句话都不说 自己就算如何努力一个屁用 不如叶独孤有个好爹 点点头 神算子说道 也是时候告诉你了 龙霸天 你先离开 是 龙霸天很清楚 此事事关重大 怎么可能让自己知道 转身离开 浩瀚星空 十二面混沌石碑 其实也分为初级 中级和高级 这一点 叶独孤已经知道 十二面混沌石碑之中 只有一面高级混沌石碑 就是我拥有的神算混沌石碑 叶独孤笑了 他很清楚父亲说的意思 至于终极混沌石碑 共有五面 分别是杀戮混沌石碑 时间混沌石碑 吞噬混沌石碑 剑翼混沌石碑 轮回混沌石碑 剩下的六面混沌石碑 五行混沌石碑 雷电混沌石碑 无灭霸体混沌石碑 黑暗混沌石碑 毁灭混沌石碑 空间混沌石碑 则全部都是初级混沌石碑 原来如此 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断炼化 我还是无法真正掌握 神算混沌石碑 相信其他星空主宰 同样如此 父亲 你的意思是说 神秘之地 是揭开混沌石碑里 秘密的关键所在 没错 正是 我能够隐隐约约的感应到 神秘之地内 有着惊天大秘密 正是我们如何揭开 混沌石碑内秘密的 关键所见 要不是因为此事 我早就灭杀其他星空主宰了 父亲 既然你可以灭杀黑暗星空主宰 为什么不能灭杀其他星空主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换做自己的人 到时候把握更大一些 对于这一点 叶独孤实在想不通 不过他很清楚 父亲这样做肯定有着属于自己的道理 要不然的话 父亲为何不斩草除根 永绝后换 神算子也是无奈地叹息一生 说道 除我之外 其他的十一人 只有黑暗和五行两人被混沌石碑所抛弃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可能灭杀五行和黑暗 只是被五行混沌石碑跑了 哼 直到此刻 神算子都不知道 龙强已经吞噬了五行混沌石碑 要是知道的话 不知道神算子会怎么想 毫无疑问的事情 要是神算子知道此事 肯定不会放过龙强 到时候就算是龙傲都无法保住龙强 不管怎么说 龙强的情况和其他人不一样 没有一次恋化过混沌石碑 这个时候神算子只要出手 龙强必死无疑 不过只要龙傲和龙强 还有子灵不说 就算是神算子都无法知道此事 父亲 要是其他星空主宰日后对付我们怎么办 放心 此事我已经想好 我在所有的混沌石碑内都已经设置了禁忌之力 要是他们之前就炼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也许我设置下的禁忌之力无用 但是现在 所有的星空主宰都没有真正炼化混沌石碑 这对于我们来说 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叶独孤很清楚父亲的意思 简直惊喜到了极点 要是能够控制所有的星空主宰 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第2284章无法掌握的变数 父亲 龙傲该怎么办 从头到尾 叶独孤都没有将龙傲放在眼里 一个根本无法成就星空主宰的人 他实在想不通 父亲为何如此看中龙傲 叶独孤甚至有种直觉 父亲看中龙傲 似乎还要在其他星空主宰之上 正是扯淡的事情 龙傲难不成还能够 凌驾于星空主宰之上 神算子无奈地说道 独孤 我明明之中算出 龙傲此子乃是一个变数 并且还是关乎到神秘之地的变数 要不是如此的话 龙傲能够活到现在 原来如此 叶独孤没有丝毫的怀疑 别人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父亲就算没有真正掌握 混沌石碑的力量 对于神算之道的早已 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既然父亲算出龙傲是一个变数 那么龙傲肯定就是一个变数 父亲 龙傲是变数 万一到时候破坏我们的事情 该怎么办 既然是变数 就是无法掌握 有好有坏 万一龙傲的变数 给自己两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到时候 岂不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对于儿子心中所想 神算此岂能不知道 这一点 他同样想到了 独孤 龙傲是神秘之地的唯一变数 当年我失败了 这么多年来 我失败了无数次 龙傲是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再失败 事情已经如此 叶孤独也不敢继续多说什么 没有继续离开天舞未面 叶独孤开始吞噬黑暗混沌石碑 他心里非常清楚 就算自己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想要成就星空主宰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幸亏有着父亲的相助 要不然的话 单单靠他自己的力量 想要彻底练化混沌石碑的话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龙腾未念 龙傲看着手中的信件 脸色并没有丝毫的意外 因为他已经猜到 神算子彻底覆灭黑暗星空主宰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相信神算子肯定会将混沌石碑 龙霸天的信件根本没有说明是什么意思 龙傲也暂时猜不出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看着子凌走了过来 龙傲问道 你找我有事 点点头 子凌很是无奈地说道 龙傲 随着我第二次恋化混沌石碑 我渐渐地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除了我 相信其他星空主宰都会有 除了龙强 龙强还是第一次恋化混沌石碑 和其他星空主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什么问题 看上去似乎很严重 龙傲很是清楚子凌的性格 龙傲 浩瀚星空共有十二面混沌石碑 相信这点你应该 恩 不仅是自己 相信此事是个人都知道 十二面混沌石碑的传说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到底是什么意思 龙傲当然知道 子凌这次和自己所说的事情 肯定和混沌石碑有关系 很是无奈 子凌叹息一声 说道 原来我们一切都错了 神算子根本就是已经知道 将我们所有人全部蒙在了鼓里 龙傲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着 十二面混沌石碑 共分为三大等级 这也是我刚刚才知道的 没有丝毫的惊讶 因为龙傲已经猜到 混沌石碑肯定有着等级之分 要不然的话 为什么有的人实力强大 有的实力比较弱 就好比紫灵和龙灭 在十二位星空主宰之中 两人的实力算是非常强悍的 继续 混沌石碑共分为三大等级 分别是高级 中级和初级 而十二面混沌石碑之中 神算混沌石碑是唯一的高级混沌石碑 原来如此 中级混沌石碑共有五面 分别是杀戮混沌石碑 时间混沌石碑 吞噬混沌石碑 剑翼混沌石碑 轮回混沌石碑 剩下的六面混沌石碑 五行混沌石碑 雷电混沌石碑 无灭霸体混沌石碑 黑暗混沌石碑 毁灭混沌石碑 空间混沌石碑 则是全部都是初级混沌石碑 紫灵和轮回都是终极混沌石碑 难怪实力要比其他星空主宰更加强大一些 紫灵混沌石碑的等级划分 是不是实力会差距很大 这点我不知道 不过现在的实力应该不会差距太大 除非是能够真正掌握里面的力量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感觉混沌石碑没有那么简单 里面肯定隐藏着惊天大秘密 要不然的话 神算子不可能隐忍这么多人 就算他无法毁灭我们 完全可以封印我们 对于紫灵的意思 龙奥大致已经明白 此事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唯独神算子 设计害了11人 而紫灵等人第二次炼化混沌石碑 渐渐地也开始知道这件事情 神算子掌握的神算混沌石碑 虽然是高级混沌石碑 不过还没有真正掌握里面的力量 根本无法分出真正的等级 难怪神算子如此着急 想要进入神秘之地破开混沌石碑内的力量 原来是如此 至于你得到的混沌石碑 我实在有点想不通 不仅是无属性混沌石碑 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威力 龙奥 你是否能够感应到 你的混沌石碑是什么等级 我已经感应过了 除了无属性之外 这面混沌石碑没有丝毫的特征 并且我发现自己炼化混沌石碑的速度越来越慢 最近一段时间 甚至阻隔了我继续炼化混沌石碑 想到此事 龙奥也算是彻底郁闷到了极点 很是无奈 刚开始炼化的速度虽然很慢 最起码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期待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龙奥发现 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炼化混沌石碑 第2285章疯狂吞并 对于龙奥拥有的无属性混沌石碑 子灵也是一无所知 无属性混沌石碑 完全超出他的认知范围 众所周知 整个浩瀚星空 共有12面混沌石碑 从哪里得来的第13面混沌石碑 要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难以置信 子灵没有多说什么 混沌殿之内 龙奥很是无奈地坐在地上 静静地看着面前漂浮的混沌石碑 无属性混沌石碑 不同于任何一面混沌石碑 无法炼化混沌石碑 就不可能成为星空主宰 无法成为星空主宰 日后如何应对其他星空主宰 单单靠子灵和龙强 龙奥心里非常清楚 要是自己无法成就星空主宰 单单靠两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抗衡其他星空主宰 尤其是神算子 似乎还是有点不太甘心 龙奥重新开始练化混沌石碑 不过结果还是一样 依然没有丝毫的动静 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来想去 龙奥也想不出各所以然 九转混沌诀 就在这个时候 龙奥脑海之中 突然想起九转混沌诀 也就是所谓的九转轮回诀 龙奥几乎可以断言 就算是龙灭 都没有修炼九转轮回诀 试着在体内运转其九转混沌诀 本来没有丝毫的信心 不过下一秒钟 龙奥的脸色瞬间惊喜起来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 运转九转混沌诀之后 居然可以重新练化混沌石碑 不过龙奥还是有点郁闷 因为练化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 就好像官牛扒一般 按照这个速度练化混沌石碑 鬼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够真正的炼化混沌石碑 不过好在已经重新开始 不像之前 一点炼化的痕迹都没有 直觉告诉龙奥 自己拥有的这个混沌店绝对不简单 只是现在自己还无法掌握混沌店 单单是整个混沌店的一个偏店 就可以炼制出不死星空师奴 足以相助帝国争霸星空 古天被秒杀的消息 已经传遍整个浩瀚星空 要是换作以前 肯定没有人相信 但是换作现在 却没有人选择不相信 因为龙腾帝国拥有能够灭杀星空不朽的见证 单单是这一点 就足以振折整个浩瀚星空 本来准备出手的九大星空帝国 硬生生地隐忍下来 所有人都知道 龙腾帝国既然能够灭杀古天 那么也能够灭杀其他的星空不朽 要是冒冒然出手 到时候说不定会偷击不成十八米 没有十足的把握 绝对没有人愿意出手 出起来也实在可笑至极 九大星空帝国 乃是浩瀚星空最为强悍的九大星空帝国 却不敢随随便便地动龙腾帝国 说出来还真没有人相信 除了见证之外 龙腾帝国还传说 帝国之内 拥有两位星空不朽坐镇 并且还有一位即将突破星空不朽的强者 这是什么概念 如今的龙腾帝国 根本没有人敢招惹 哪怕是九大星空帝国 要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星空帝国 崛起得如此之快也就算了 偏偏龙腾帝国崛起的时间只是短短的数年 龙腾帝国崛起的速度太快 很多人都感到好奇 渐渐地 龙腾帝国开始进入浩瀚星空的视线之中 无数人都想要知道 龙腾帝国到底是什么来历 并且这个一手创建龙腾帝国的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龙腾帝国 宏伟的大殿之内 龙英惊喜到了极点 说到 西地 短短的一年时间 我们帝国已经吞并了数十个界域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最多不超过三年 我们就可以比你其他九大星空帝国 成为第十星空帝国 龙英心里非常清楚 有此成就 绝对不是他的功劳 一切都是因为七地 要是没有七地 不要说吞并数十个界域 是否能够吞并一个界域 都是最大的问题 能够灭杀星空不朽的建政 还有两位星空不朽坐镇 这样强悍的实力 其他星空帝国都非常忌惮 哪怕是九大星空帝国都不敢轻举妄动 大哥 这样的速度未免有点太快了 龙澳虽然也主张速度快点 但是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大哥的速度有点匪夷所思 短短的一年时间 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过冒险 龙英却不以为然 笑着说道 七地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如今我们的名声在外 只要不是九大星空帝国出手 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大哥 我就是害怕九大星空帝国出手 到时候我们骑虎难下 要是龙强和子灵能够练化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的话 当然可以不惧九大星空帝国 不过现在两人都没有真正练化混沌石碑 怎么可能成就星空主宰 大哥 本来不想告诉你 不过事情已经如此 那我就实话实说 根据我的猜测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九大星空帝国之中 都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尤其是第一星空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 最少也有着不下于两位极限星空不朽的存在 极限星空不朽是什么存在 龙英根本不知道极限星空不朽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知道如今的帝国 拥有的实力足以抗衡九大星空帝国 要是这个时候不加快速度的话 等待何时 大哥可以这样说 极限星空不朽 就是无限接近于星空主宰的超级存在 就算是见证都无法抗衡极限星空不朽 要是九大星空真的派出这样的超级存在对付我们 我们很难应对 本来刚刚还是信心满满的龙英 听到龙澳此话 整个人都震惊到了极点 他终于知道七帝在担心什么 要真是如此的话 九大星空帝国还真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龙英不是傻子 心里非常清楚 九大星空帝国能够毅力浩瀚星空这么多年 肯定有着底蕴 原来是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七帝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放慢速度 九大星空帝国明争暗斗 互相牵制 要是不出意外 九大星空帝国也不会随随便便的出手 第2286章废话 龙英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立刻传令下去 放慢并吞的速度 其实按照龙腾帝国如今的速度 最多三年 就可以抗衡九大星空帝国 要是九大星空帝国之内 没有极限星空不朽坐镇的话 龙腾帝国完全可以无视九大星空帝国 奈何 九大星空帝国之内 肯定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大哥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七帝 外面来了两位客人 还没有等两人继续谈论 龙腾未面外 突然进来两人 两人都是星空传奇 速度非常之快 转眼而至 你就是龙傲 两人都是魁梧大汉 一脸的阳刚 不过两人的态度非常冷峻 一脸的高傲 冷艳看着面前的龙傲和龙鹰 你们又是何人 林涵 王涛 第二星空帝国使者 第二星空帝国 龙傲和龙鹰都非常惊讶 不过事情始终都会来 只是两人没有想到 出手的会是第二星空帝国 为什么不是星空第一帝国 我就是龙傲 这位是我大哥龙鹰 龙腾帝国的皇帝 康 重重地冷恒一下 两人都是星空传奇 就算放在第二星空帝国 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直到此刻 两人都不相信龙腾帝国的一切传说 要是两人相信的话 也不会如此冷漠 不过两人也很是无奈 如今的龙腾帝国 是除了九大星空帝国之外 最为强悍的帝国之一 九大星空帝国明争暗斗 当然要拉拢龙腾帝国 七帝 此事交给我 龙鹰无奈的耸耸肩 他也能够看出两人的冷漠 不过无可厚非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第二星空帝国的实力摆在那里 根本不是龙腾帝国能够比你的存在 两位 你们这次前来所谓和事 两人冷漠 龙傲同样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 很简单 帝国看得上你们的龙腾帝国 从现在开始 你们龙腾帝国就是第二星空帝国的附属 两人想不通 为什么帝国要派他们前来 大才小用 龙腾帝国有资格吗 不是商量 而是直接通知 龙傲心里很是不舒服 冷笑着说道 要是我不愿意呢 听到七帝的话 龙鹰心里大吃一惊 这样的话 岂不是招惹了第二星空帝国 要是之前的龙鹰 肯定不会惧怕第二星空帝国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第二星空帝国有着极限星空不朽作证 以帝国现在的实力 还真不是第二星空帝国的敌手 看着七帝一脸的冷漠 龙鹰也没有多说什么 龙鹰心里很清楚 七帝肯定心里有数 因为他知道七帝的性格 不是鲁莽之人 林涵和王涛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轻蔑 冷冷地说道 龙鹰 你们之前所做的事情 别人也许不知道 却休想隐瞒我们 哼哼 灭杀古天 开玩笑 龙鹰帝国之内有星空不朽作证 同样是开玩笑 就算你们帝国有着星空不朽作证 真的以为可以抗衡我们第二帝国吗 龙鹰 我们这次前来只是通知你 不是和你开玩笑 要是答应 我们以后就是半个自己人 要是不答应 后果自负 半个自己人 而不是自己人 龙鹰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两人的意思 在第二星空帝国看来 就算龙鹏帝国选择臣服 也不是自己人 恐怕连半个自己人都不算 最多算是跑灰 跑灰 毫无疑问的事情 到时候九大星空帝国一旦开战 自己和帝国必定是第二星空帝国的跑灰 两位 你们看起来真的很狂妄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不过不要紧 你们两位既然敢来 就休想活着离开 就凭你看着如此淡定的龙鹰 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难道传言是真的 龙鹏帝国之内 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要真是如此的话 龙鹏想要留下自己两人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两人会害怕吗 肯定不会 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算龙鹏帝国内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又能如何 两人就不相信 龙鹏真的敢对他们两人出手 以第二星空帝国的强悍实力 根本无视龙鹏帝国 龙鹏 我奉劝你已经 最好不要和我们作对 就算你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也休想 废话 还没有等两人把话说完 龙鹏已经将其打断 搞得两人的脸色瞬间阴冷下来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见过狂妄的 却没有见过这般狂妄的 这么多年来 还从未有人敢如此对待第二星空帝国 包括其他八大星空帝国在内 都同样不敢如此 不管怎么说 第二星空帝国的实力摆在那里 龙鹏脸上写满了厌恶 很是不耐烦地说道 你们两个最好给我闭嘴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们 不要来招惹我 因为我的怒火你们无法承受 还有 我们龙腾帝国不会选择臣服 要臣服的话 也是你们第二星空帝国臣服我们 明白了吗 对于七帝的话 龙鹰很是着急 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七帝会如此 这完全是和第二星空帝国彻底撕破脸皮 这样的话 第二星空帝国肯定会对付帝国 要真是如此的话 帝国如何应对 这个时候选择和第二星空帝国彻底撕破脸皮 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不过龙鹰还是没有说话 还是那句话 他非常清楚七帝肯定有着自己的意思 无论七帝做出什么决定 他都会无条件支援 两人算是震怒到了极点 因为龙奥的意思已经摆在那里 完全没有将他们两人放在眼里 没有将第二星空帝国放在眼里 难道龙奥真的有恃无恐 两人不相信 王涛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冷冷道 龙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们两人可以既往不救 要不然的话 你就等着被灭 第2287章灭沙星空传奇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两人仗着背后有着第二星空帝国 根本没有将龙奥放在眼里 因为在两人看来 除非是龙奥脑子进水 要不然的话 肯定不敢随随便便地招惹第二星空帝国 结果呢 龙鹰身边瞬间出现一具傀儡 不是别人 正是被炼制成为星空师奴的古天 也就是一位星空不朽 不管是灵寒还是王涛 两人都是星空传奇 当然能够感应到此人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气息 两人彻底惊呆了 龙奥 难道你真的要 还没有等灵寒说完 龙奥已经冷笑着说道 两个跳梁小丑 居然也敢在这里放肆 真是不知死活的东西 龙奥吃软不吃硬 要是两人客客气气 就算他不愿意臣服第二星空定 也绝对不会如此 但是结果 从一开始 两人就一副高傲的模样 飞扬跋扈 根本没有将龙腾帝国放在眼里 对于这样的人 要是有好脾气的话 那就不是龙奥了 两人的脸色一变再变 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真的会如此 要单单是龙奥 两人根本没有丝毫的担心 此时此刻 龙奥身边已经出现一位星空不朽 他们两人联手都不是其敌手 要是此人出手的话 自己两人必死无疑 要说不害怕 那肯定是骗人的 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选择放弃 要真的如此灰溜溜的离开 两人的颜面合存 你们不走 龙奥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两人心里愤怒到了极点 这次前来 本来以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却万万没有想到 龙奥居然敢和自己两人撕破脸皮 不仅没有将自己两人放在眼里 同样没有将第二星空帝国放在眼里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两人没有继续留下 因为两人很清楚 要是真的惹怒了龙奥 到时候龙奥真的下死手 自己两人都要交代在这里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古天突然出手 堵住了两人的去路 龙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两人的脸色再次阴沉几分 直到此刻 两人都不相信龙奥真的敢出手对付自己两人 就算龙奥无视自己两人 也不可能无视第二星空帝国 既然你们两人来了 那就不要走了 七弟摆摆手 阻止了大哥继续往下说 龙奥同样不给两人继续往下说的意思 龙奥冷笑着说道 你们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今天就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人可以招惹 什么人不可以招惹 古天师奴除了龙鹰可以驱动之外 龙奥也可以随随便便 毕竟龙奥才是炼制师奴的人 而不是龙鹰 星空传奇在星空不朽面前 就是一个笑话 结果可想而知 七弟 你杀了两人 第二星空帝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 龙鹰彻底惊呆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七弟真的出手灭杀了两人 这样的话 第二星空帝国肯定会出手 以帝国如今的实力 如何抗衡一位极限星空不朽 难道七弟这次也鲁莽了 很是不像七弟的性格 龙奥却是笑了笑 满脸不在乎地说道 就算第二星空帝国想要出手 也要看看第一星空帝国是否愿意 这下龙鹰有点萌圈 不知道七弟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哥 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明争暗斗这么多年 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化解的 如今我们和第二星空帝国已经彻底撕破脸皮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第一星空帝国肯定不会坐视不理 因为第一星空帝国想要借刀杀人 就算我们无法毁灭第二星空帝国 也可以削弱对方的实力 这样的结果 恐怕是第一星空帝国最想要看到的 原来如此 对于七弟的意思 龙鹰瞬间已经明白 龙奥也没有故意隐瞒此事 龙腾帝国灭杀两位星空传奇的事情 瞬间传遍整个浩瀚星空 第二星空帝国得到证实 这样以来 是个人都已经猜到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龙腾帝国内 肯定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而不是传言 就算如此 龙腾帝国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 第二帝国是什么存在 浩瀚星空 九大星空帝国就是最无敌的存在 除非是十二位星空主宰亲自降临 否则的话 无人敢招惹九大星空帝国 就算龙腾帝国内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似乎也有点太不自量力 因为每个人几乎可以断言 龙腾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肯定无法比拟 既然如此 龙腾帝国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龙腾帝国已经强大到 可以抗衡第二星空帝国 如今龙腾帝国的实力的确不容小事 三位星空不朽坐镇 并且还有着可以灭杀星空不朽的超级剑镇 这样的实力的确可以争霸星空 但是众所周知 九大星空帝国 能够屹立在浩瀚星空这么多年 肯定有着各自的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除非是龙腾帝国内 也同样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要不然的话 龙腾帝国肯定不是第二星空帝国的敌手 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龙腾帝国内 到底是否有着星空不朽坐镇 有还是没有 完全是两个概念 第二星空帝国彻底震怒 龙奥如此做 完全是没有将第二帝国放在眼里 是可忍赎不可忍 龙腾未念 混沌殿之内 经过数个时辰的炼制 终于将两个星空传奇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也就是说 如今的龙腾帝国 已经多出两位星空传奇师奴 这对于龙腾帝国来说 相助是巨大的 本来龙奥是准备炼制星空神阁 好让剑无敌等人突破星空传奇 不过想想 如今的龙腾帝国 实力还是很弱 毕竟已经招惹了第二星空帝国 大战一触即发 正是如此 思考来思考去 最终龙奥还是准备先将两人炼制成为星空师奴 至于见无敌等人 日后再想办法 轰隆隆 轰隆隆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龙腾位面都开始强烈地晃动起来 第2288章极限星空不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整个龙腾位面彻底动乱起来 因为地动山摇 就好像整个位面都要塌陷一般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位 既然来了 何不进来 难道你们就如此胆小如鼠 龙奥带着业绩 还有古天来到九天虚空 两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 直到此刻 龙奥都有些后怕 要不是龙强和子灵之前就借助混沌石碑的力量 在龙腾位面布置下气罩 相信这一攻击 就足以毁灭整个位面 哈哈哈哈 果然有些门道 我们两人联手都无法毁灭位面 厉害厉害 随着大笑传来 两道身影瞬间而至 北明 天窦 叶大哥 你认识他们 龙奥已经猜到 面前的两人肯定来自第二星空帝国 叶继点点头 说道 龙兄弟 这两人乃是第二星空的极限星空不朽 只是传说之中 两人已经全部陨落 这 两人并未陨落 极限星空不朽 远远不是星空不朽能够抗衡的 极限星空不朽 无限接近于星空主宰的超级存在 你就是龙奥 正是 两位如何称呼 两人笑了笑 天窦不朽笑着说道 我为天窦 他为北明 乃是来自第二星空帝国 听说你之前杀了我们的两位星空传奇 可有此事 却有此事 敢做敢当 龙奥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因为他非常清楚 就算自己不承认 相信第二星空帝国也已经知道 既然如此 何必隐瞒 看到龙奥没有丝毫的隐瞒 两人反而有点发愣 如此狂妄 龙奥 你认为凭借你身边的两人 是否能够抗衡我们呢 两人进来之前 就已经真正感应过 龙腾未面内 根本没有极限星空不朽作证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丝毫的忌惮 修为达到他们这个级别 唯独忌惮 但同等级星空不朽 至于十二位星空主宰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能 你很聪明 我们很是好奇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于要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你知道杀了两位星空传奇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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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龙奥的装疯卖傻 两人仰天疯狂地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充斥着无尽的藐视和嘲讽 两人实在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给了龙奥如此大的勇气 居然敢招惹第二星空帝国 并且龙奥看到自己两人 居然一点忌惮都没有 难道龙奥有恃无恐 除了同等级强者 两人可以无视所有人 至于龙奥身边的业绩和星空师奴 两人根本没有将其放在眼里 至于龙腾帝国内能够灭杀星空不朽的见证 两人同样不在乎 见证可以灭杀星空不朽 不代表能够灭杀极限星空不朽 龙兄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叶绩的脸色很是难看 临时传音 因为他非常清楚 面前的两人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单凭他和古天师奴 不要说同时应对两人 就算是随随便便出来一人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整个龙腾未面 直到此刻 叶绩还不知道关于两位星空主宰的事情 要说不忌惮 那肯定是骗人的 不过叶绩也绝对够意思 就算面对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照样没有独自离去 而是留在龙澳身边 誓死与龙腾帝国共存亡 将星比星 当初要不是龙澳出手 单靠业绩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急杀古天 替父母报仇血恨 超安勿躁 我有办法对付两人 很是震惊 业绩不知道 龙澳到底会如何对付两人 因为不管怎么说 两人的实力始终摆在那里 龙腾帝国又没有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如何应对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难道是因为见证 业绩很清楚龙澳的性格 没有十足的把握下 龙澳绝对不会如此 明明知道第二星空帝国 不会善罢甘休 龙澳还是留了下来 只能说明一点 龙澳有恃无恐 要真是如此 还真不是什么坏事 业绩心里也有点激动 要是能够亲眼见证 两位极限星空死在自己面前 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龙澳 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愿意带着龙腾帝国 臣服我第二星空帝国 之前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既往不救 并且我可以沉默 你和你的龙腾帝国 绝对不是炮灰 天斗接着继续说道 龙澳加入第二星空帝国 对你来说 乃是百令而无一害的事情 我同样可以沉默 你要是愿意加入 我可以相助你突破星空不朽 这样的诱惑力 实在是太大了 要是换做其他人 相信没有人能够抵挡住 这样的条件 但是唯独龙澳 要是龙澳答应的话 那也不是龙澳了 两位 你认为我会惧怕你们吗 还没有等两人说话 龙澳则是继续说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我既然敢杀两位星空传奇 就压根没有将你们和第二星空帝国放在眼里 我龙澳从刚开始的一个废物 一步步走来 历经无数生死 要是随随便便敢招惹你们 那我不知道要死多少次了 看着如此淡定的龙澳 两人心咯噔一下 龙澳表现得越是淡定 两人心里越是没底 难道龙澳真的有什么其他必杀技 还是说龙澳拥有的见证 不仅可以击杀星空不朽 甚至可以对极限星空不朽造成毁灭伤害 要真是如此的话 龙澳完全可以无视自己和第二星空 因为如今的龙澳和龙腾帝国 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不过两人确实不相信 原因很简单 龙澳拥有的见证 如果真的可以击杀极限星空不朽 何必等到现在 龙澳完全可以借助见证的威力 从而争霸星空 到时候 不要说第二星空帝国 就算是第一星空帝国 恐怕都无法抗衡龙腾帝国 这样的话 龙腾帝国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第2289章又来三位 渐渐地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心里有了忌惮 因为两人实在不敢确定 龙澳是否有击杀极限星空不朽的实力 万一有呢 你们怕了 听到龙澳的话 两人的脸色越发的阴沉下来 越发的难看起来 身为堂堂极限星空不朽 已经站在浩瀚星空最巅峰 却被龙澳一而再再而三地羞辱 对于两人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龙澳 你是在玩火 赤妈 龙澳笑了笑 并没有将两人的威胁放在眼里 下一秒钟 无数的星空师奴涌现出来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空师奴 少说也有所数百万的星空师奴 就凭这些星空师奴 别人也许不知道 两人却非常清楚 星空师奴 轮回星空主宰的独有力量 要是轮回星空主宰炼制出的星空师奴 也许他们会有所忌惮 并且还是在轮回星空主宰亲自坐镇的情况下 但是龙澳 两人只能可可 请 龙鹰一声令下 所有的星空师奴开始疯狂地攻击两人 龙澳炼制出来的星空师奴 完全不一样 不管实力如何 最起码是不死之身 数百万的星空师奴 完全可以困住两人 唐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两人被数百万的星空师奴团团围攻 一波攻击接着一波攻击 源源不断 最让两位极限星空不朽感到郁闷的是 无论他们如何反攻 都无法击杀任何一个星空师奴 这是什么概念 就算是他们全力出手 都无法击杀一个星空师奴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真的吗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实在有点难以接受 因为在浩瀚星空 他们两人的实力 足以问鼎巅峰 却无法击杀几个星空师奴 两人几乎可以断言 虽然他们无法毁灭任何一个星空师奴 但是数百万的星空师奴 也无法毁灭他们两人 并且两人知道 龙傲根本无法灭杀他们 一切都是虚张声势 要是龙傲真的有实力击杀他们两人 早已出手了何必等到现在 龙兄弟 这样下去 始终不是办法 业绩当然知道 龙傲根本无法击杀两人 这样下去的话 根本不是办法 当务之急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看看如何对付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叶大哥 实不相瞒 我现在只能如此 想要灭杀两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丝毫的意外 叶继似乎已经猜到 要真是如此的话 事情就麻烦大了 极限星空不朽的实力的确非常强大 要是换作其他人 被星空师奴困住 很难脱身 唯独两人 直接将数百万的星空师奴逼退 所有的星空师奴全部消失 因为龙傲感应到 三股非常恐怖的力量降临 三个长相差不多的中年男子 看着三人 林涵和王涛的脸色极其的阴沉 因为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星空三鹰会突然出现 龙兄弟 这三人是第一星空壁谷的星空三鹰 分别是天鹰 地鹰和人影 三人是兄弟 都是极限星空不朽 实力非常强悍 一旦联手 恐怕是浩瀚星空最为强大的存在 被誉为星空主宰之下最强者 星空主宰之下最强者意味着什么 龙傲非常清楚 你们三位突然降临 不会是来相助龙傲的吧 两人又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 无缘无故 三人不可能突然降临 难道龙傲和第一星空有了约定 两人知道 要是没有第一星空帝国坐镇 单凭一个龙傲 敢招惹第二星空帝国 没有极限星空不朽坐镇的龙腾帝国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有着第一星空帝国坐镇 那么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你们两人永远都是那么的无耻 以强凌弱 龙腾帝国只是刚刚崛起 前后还不到数年时间 要是有着数万年 就凭你第二星空帝国 也想抗衡龙腾帝国 藐视 赤裸裸的藐视 两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因为以他们的联手之力 根本不是星空三英的敌手 要不然的话 这么多年来 第一星空帝国也不会死死地压制第二星空帝国 三位 你们和我们之间的恩怨迟早有一天要解决 不过不是现在 你们最好不要插手此事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怎么样 三人根本没有将两人放在眼里 他们双方不知道大战了多少年 每一次大战 他们都会稳操胜券 修为达到他们这个境界 根本不会搞得两败俱伤 正是因为如此 双方虽然可以分出胜负 却分不出生死 原因很简单 极限星空不朽想要分出生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三位是执意要出手了 是又怎么样 三人笑着回答 星空三英的实力摆在那里 三人联手 只要不是十二位星空主宰降临 相信就没有人是他们的敌手 星空主宰之下最强者可不是乱概的 无视两人 天鹰转过身 看着不远处的龙傲 笑着说道 这么多年来 你是我第一个敬佩的人 短短的数年时间 你就已经成长到这般地步 真的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可惜你不愿意加入我们第一星空帝国 要不然的话 我们联手 完全可以覆灭第二星空 独霸星空 不是维言耸听 如今龙腾帝国的底蕴和实力 完全不输于任何一个星空帝国 要是第一星空帝国能够和龙腾帝国联手的话 就算覆灭第二星空帝国 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林涵和王涛的脸色很是难看 要是龙傲这个时候选择臣服第一星空帝国 那么第二星空帝国就显得有点被动了 到时候 除非是联手其他星空帝国 否则的话根本无法抗衡第一星空帝国和龙腾帝国 龙傲会选择臣服第一星空帝国吗 两人似乎有点坚信 龙傲肯定不会选择臣服第一星空帝国 因为龙傲要是愿意早就如此做了 何必等到现在 完全是多此一举 第2290章在所不习 龙傲笑了笑 多谢三位的美意 我龙傲自由自在惯了 没有丝毫的在意 因为龙傲能够带着龙腾帝国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 就成长到如此地步 本身已经说明龙傲此人的强悍 这种人 要是选择臣服第一星空帝国 那才叫奇怪 正是如此 星空三英也没有丝毫的见怪 就好像稀松平常的一件事 要是换作其他人敢如此 以星空三英的身份和实力 根本没有人敢这样 唯独龙傲 林涵和王涛也是唏嘘不已 因为两人也万万没有想到 龙傲会如此 并且三人没有丝毫的愤怒 这还是他们认识的星空三英吗 就在这个时候 龙傲笑了笑 说道 三位 虽然我自由自在观了 不过我确实有个提议 请说 三人很是客气 就好像对待平背一般 三人乃是货真价实的极限星空不朽 三人联手 已经算是浩瀚星空最为强悍的存在 星空主宰之下最强者 就算是林涵和王涛都不是三人的敌手 按照正常情况 除了十二位星空主宰之外 根本没有人能够被三人放在眼里 三人越是如此 林涵和王涛越是震惊 不知道三人到底是如何想的 三位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一路走来 没有任何意思和任何星空帝国为敌 只是某些人闲着没事做蛋疼 偏偏要来找麻烦 龙傲 你在说谁 两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两人不是傻子 当然能够听得懂 龙傲此话 话中有话 明显是在说自己两人和第二星空帝国 龙傲冷笑一声 我只是想要带着我的龙藤帝国崛起 位列最强帝国之意即可 所以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第一星空帝国还是第二星空帝国 我都没有任何意思为敌 但你们要是范健故意前来找麻烦的话 那我也不是软柿子 任人捏拿 范健 龙傲公开修辱第一星空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除了龙傲 恐怕没有另外一个人敢如此了 古往今来 第一人也 星空三鹰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至于林涵和王涛 脸色则是越发的阴沉起来 如今星空三鹰在一边 他们根本无法出手 因为两人不敢确定 要是他们出手 三人会不会出手对付自己 虽然明明知道三人无法击杀自己两人 不过两人却很是无奈 自己两人根本无法击败星空三鹰 三位 我龙傲帝国愿意和第一星空帝国结盟 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 不行 还没有等星空三鹰回答 林涵就已经极不可待地拒绝 开玩笑的事情 一个第一星空帝国就已经很难对付了 这么多年来 第一星空帝国一直死死地压制着第二星空帝国 正是如此 第二星空帝国这么多年来一直无法翻身 要是第一星空帝国和龙藤帝国联手 那么第二星空帝国越来越没有地位了 到时候 第二星空帝国如何应对 在两人看来 星空三鹰肯定不会答应龙傲 要是真如此的话 第一星空帝国摆明就是和第二星空帝国彻底撕破脸皮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第一星空帝国肯定不会如此 但是星空三鹰呢 天鹰笑了笑 点点头回答道没问题 我们三人也是如此意思 只要龙兄愿意 我们第一星空帝国和龙藤帝国日后就是联盟 你生我生 你死我死 你看如何 求之不得 没有丝毫的惊讶 因为龙傲已经猜到 星空三鹰肯定会答应自己 除非是星空三鹰脑子进水 否则的话 三人就一定会选择和龙藤帝国联盟 两人算是彻底怒了 星空三鹰答应和龙藤结盟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人如此做 意思已经很清楚 就是要彻底和第二星空帝国为敌 为了一个龙藤 为了一个龙藤帝国 第一星空帝国还真是豁出去了 不管怎么说 龙藤帝国内根本没有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但是第二星空帝国就完全不同 不仅有着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并且还有着整整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这是什么概念 不要说一个龙藤帝国 就算是十个龙藤帝国 都无法和第二星空帝国相比较 三位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恨得牙痒痒 不过碍于三人的强悍实力 不管是林涵还是王涛 都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三人就已经够难对付的了 如今加上各龙傲 第一星空帝国完全是如虎添翼 对于第二星空帝国来说 完全是毁灭性的打击 从头到尾 两人都没有想到 龙奥会和星空三英结成联盟 简直就是失策 早知如此 还不如放低点姿态 先和龙奥结成联盟 这样的话 说不定可以反过来压制第一星空帝国 说到底 还是两人太过高傲 认为以自己两人亲自出手 龙奥只能乖乖选择臣服 却没有想到 龙奥宁死不屈 甚至敢和他们出手 林涵 王涛 我们之间的恩怨迟早会解决 不过不是现在 如今我们已经和龙奥结盟 要是两位事项的话 从今以后 最好不要找龙奥的麻烦 否则的话 休怪我们第一星空帝国到时候不给你面子 威胁 是裸裸的威胁 要是换做其他人敢如此 两人早就出手了 但是唯独星空三鹰乃是两人最为忌惮的存在 这么多年来 他们算是被星空三鹰死死的压制 要不然的话 第二星空帝国也不会永远都是第二 脸色一变再变 王涛冷笑不已 说道 你刚刚说得很对 我们之间的恩怨迟早有一天会解决 你说不是今天 可我偏偏要今天解决 你们三人不插手此事 我们相安无事 要是不然的话 今天就算两败俱伤 我们也在所不惜 此都不能放过龙傲 此子的潜力太大了 此次不除掉龙傲和龙藤帝国 日后必成大患 第2291章连续突破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负灭龙傲和龙藤帝国 对于两人的心思 不管是龙傲还是星空三鹰 岂能不知道 龙傲脸上一脸的笑意 根本不在乎 虽然不是两位星空不朽的敌手 不过龙傲却有着十足的信心 两人想要灭杀自己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星空三鹰确实互相笑了笑 帝鹰笑着说道 林涵 王涛 我们认识也有无数年了 明争暗斗 无论何时 我们第一星空帝国始终死死地压制着你们 你们有几斤几两 难道我们会不知道 人鹰接着说道 你们敢出手 我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对付第二星空帝国 脸色很是阴沉 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为了一个小小的龙傲和龙腾帝国 星空三鹰居然不惜和自己第二星空帝国彻底撕破脸皮 这是什么意思 给我滚 看着面前的龙傲 两人突然仰天疯狂大笑起来 龙傲 不要以为有着第一星空帝国撑腰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我告诉你 你休想活着 说完之后 林涵和王涛转身离去 转眼间 两人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位 请到里面一叙 不了 我们还有重要事情做 龙兄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看着三人渐渐离去的身影 业绩也是唏嘘不已 龙傲真是不简单 居然可以引得五位极限 星空不朽如此 要不是亲眼所见 实在难以置信 龙兄弟 有着星空三阴相助 你可以无忧了 真的是如此吗 龙傲不仅没有丝毫的惊喜 反而越发的凝重起来 看到龙傲一脸的凝重 业绩很是好奇 不知道事情已经如此 龙傲为何还要如此 难道其中有猫腻 业绩不是傻子 当然能够看出龙傲的不对劲 不过想想也就是然了 就算有着三位极限星空不朽相助 始终不是自己人 如今两位极限星空不朽虎视眈眈 鬼知道何时会出现 星空三阴不可能永远留在龙腾帝国 这样以来 龙腾帝国就变得很是被动 的确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就在业绩准备说什么的事情 龙傲突然深深地叹息一声 很是无奈地说道 叶大哥 你是不是认为 星空三阴一定会相助我们 难道不会 极限星空不朽 说一不二 既然星空三阴已经和龙腾帝国联盟 那么肯定会相助龙腾帝国 难不成星空三阴会玩来 有点扯淡的事情 叶大哥 根据我的猜测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星空三阴绝对不会插手 我们之间的恩怨 这是为什么 叶继时在有点想不通 既然星空三阴不愿意插手 为何刚刚要出面得罪两人 难道星空三阴闲着蛋疼 根本说不通 叶继不知道龙傲到底是怎么回事 似乎有点疑神疑鬼 如今星空三阴还无法确定 我们龙腾帝国的实力 到底如何 所以刚刚才会出手 我可以断言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 星空三阴肯定不会出手 而是观察我们的实力 只有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 星空三阴才会愿意真正的联盟 否则的话 我们就是牺牲品 原来如此 现在想想 说不定此事还真是如此 业绩也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此事到底是不是如龙傲所说 如今说还为时尚早 大殿之内 对于大哥 龙傲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将之前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的龙鹰 脸色和龙傲几乎一模一样凝重 很是无奈地说道 要是不出意外 星空三阴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和我们联盟 一切都要以我们的实力说话 大哥和自己想的一样 看来不是自己多心 没有丝毫的愤怒 无可厚非的事情 因为龙傲知道 这个浩瀚星空 本来就是以实力说话的地方 没有实力 星空三阴凭什么相助你 不落井下时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比如九大星空帝国 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试问 整个浩瀚星空 又有几人敢招惹九大星空帝国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七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大哥 你认为呢 龙鹰想了想 说到七弟 如今的情况 说什么都是假的 星空三阴肯定不会出手相助我们 我们现在只有表现出足够强大的实力 才可以振折整个浩瀚星空 包括第一星空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在内 只是 只是 对于大哥的意思 龙傲完全了解 如今的情况只能如此 不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应对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不管怎么说 极限星空不朽的实力摆在那里 单靠如今龙腾帝国的力量 似乎很难应对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龙傲也很是无奈 说到 大哥 此事容我想想 短时间内 相信两人也不会出手 因为两人也不敢确定 星空三阴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点我明白 就在龙傲刚刚回到混沌店 准备好好一个人静静地想想 看看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 情况突变 一直未曾出现的神秘力量 突然充斥着整个混沌店 本来龙傲想着 要是神秘力量出现 他就将所有人全部带入混沌店内 让大家的修为全部提升 但是结果 龙傲隐生生地放弃这个念头 原因很简单 除了他之外 要是有人这个时候进入并且吞噬神秘之力 那么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无论是谁 都会被这股神秘之力直接吞噬 本来很是郁闷的龙傲 感应到四周充斥着无尽的神秘之力 脸色瞬间一洗 简直就是惊喜到了极点 因为他非常清楚 自己要是吞噬四周的神秘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一直迟迟无法突破的境界 这个时候说不定会连续突破 如今修为已经突破星空界尊 要是借助神秘力量 能够连续突破封号界尊 达到星空界地的话 那么就算是非常惊喜的事情 第2292章侥幸 要是按照正常吞噬的话 自己的修为最多能够突破封号界尊 神秘之力 出落很是诡异 就算是龙傲 都不知道神秘之力何时会出现 正是如此 龙傲除了立刻开始吞噬神秘之力外 并且还是疯狂吞噬 先不管神秘之力会不会反噬自己 只管吞噬 吞噬的神秘力量越多 对自己越是有利 就这样 龙傲疯狂吞噬神秘力量 整整吞噬了一天一夜 神秘力量才开始慢慢地消失不见 就算如此 龙傲也惊喜到了极点 没有丝毫的迟疑 龙傲吞噬神秘之力后 立刻开始炼化 整整三天三夜 龙傲借助神秘力量 修为连续突破 从星空借尊 一路高歌猛进 封号借尊 星空借地 封号借地 星空借祖 直到封号借祖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要是能够继续吞噬神秘之力 相信自己的修为还可以继续突破 就算达到星空大能也说不定 不过龙傲没有丝毫的不甘心 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要不是吞噬神秘力量 单靠正常情况修炼的话 想要从星空借尊突破封号借祖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几百年能够做到吗 刚刚离开混沌店 见无敌感应到龙傲的实力 整个人彻底愣住了 封号借祖 这是真的吗 龙兄 你 你 你 震惊地无法说出话 因为见无敌实在想不通 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为何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天之内 就可以提升如此多的境界 从星空借尊突破星空借祖 到底有多么的困难 别人也许不知道 见无敌岂能不知道 侥幸而已 龙傲当然知道见无敌想要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关于混沌店的事情 他当然不会告诉见无敌 就算他和见无敌是朋友 什么事情该说 什么事情不该说 他非常清楚 侥幸 见无敌一脸的无奈 随便侥幸的突破 就能够从星空借尊突破封号借祖 自己也想侥幸一下 这样的修炼速度 实在是匪夷所思 没有多问 见无敌非常清楚 什么事情该问 什么事情不该问 龙兄 我听说你已经和第一星空帝国结盟 见无敌很是好奇 不知道好端端的 为什么龙傲要和第一星空帝国结盟 不像龙傲的性格 第二星空帝国 短短的六个字 就已经说明龙傲心中所想 原来如此 第二星空帝国的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前来龙腾帝国 消息已经传开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不要书见无敌 子林也是震惊不已 问道 龙傲 你刚刚所说 你的修为突破得如此之快 是因为你吞噬了混沌店内的神秘力量 没错 正是如此 直到此刻 龙傲都不知道 混沌店内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力量 不过他几乎可以断言 这股神秘力量实在太强悍了 每次自己吞噬神秘实力 修为都可以大幅度的增加 尤其是这一次 自己吞噬神秘力量 居然从星空戒尊直接突破到了封号戒组 如此大规模的突破 实在有点难以置信 就算是龙傲 都有点感觉匪夷所思 子林的脸色也很是凝重 说道 龙傲 我总是感觉你所拥有的混沌店不简单 单单是这股神秘的力量 恐怕都不输于混沌石碑内的力量 而我们却无法掌握 你可以借助这股神秘力量突破 你的意思是说 混沌石碑内的力量 和混沌店内的力量是同一种力量 没错 正是如此 此事实在有点蹊跷 此事稍后再说 我这次前来 就是想要问问你 我们该如何应对极限星空不朽 随着修为的不断突破 龙傲还是非常清楚 自己如今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 要是自己的修为能够达到星空不朽 也许能够抗衡极限星空不朽 但是现在 肯定不行 当务之急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看看如何应对极限星空不朽 先不管第一星空帝国的星空三英 如今最大的障碍 就是来自第二星空帝国的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龙傲几乎可以确定 用不了多久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就会前来找自己 要是想不出好办法 到时候如何应对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紫灵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想了想 说道 龙傲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是我还是龙强 如今都不是星空传奇以上的人敌手 要是我们强行出手 虽然可以击杀两人 不过 紫灵没有继续往下说 不过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确 这样以来 龙傲不可能让紫灵和龙强冒险 要真是如此的话 事情的确会很麻烦 要是林涵和王涛前来的话 自己如何应对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龙傲非常清楚 要是两人执意要出手 那么帝国就算能够抵挡住 恐怕也是会损失惨重 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势力 要是因为两人而损失惨重 岂不是给别人占了便宜 龙傲可不认为 自己和第一星空帝国结盟 第一星空帝国就是自己的朋友 他几乎可以断言 要是自己和第二星空帝国来个两败俱伤 最开心的肯定是第一星空帝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龙傲 我有个办法 虽然无法击杀两人 不过却可以威慑两人 什么办法 听到紫灵有办法 龙傲心中顿时一喜 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白灵 白灵 关白灵什么事情 龙傲心咯噔一下 难道紫灵 无奈地笑了笑 紫灵说道 龙傲 当初我和妹妹本来都可以吞噬建议混沌石碑 还没有等紫灵说完 龙傲已经说道 紫灵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相信白灵早已经忘了此事 你何必一直念念不忘 对于你或者对于白灵 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 你认为呢 紫灵似乎还想说什么 龙傲继续说道 此事到此结束 第2293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紫灵无奈地耸耸肩 龙傲 妹妹的修为已经恢复到星空传奇 要是有我的相助 我可以保证 十天之内 可以让妹妹的修为突破至极限星空不朽 白灵的巅峰实力 正是极限星空不朽 龙傲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 有什么后果 这个你不必知道 不让我知道 我不会同意 龙傲很清楚 紫灵如此做肯定有着难言之隐 毕竟要将白灵的修为 从星空传奇应生生地提升到极限星空不朽 正常情况可能吗 龙傲 实不相瞒 要是我强行相助白灵突破极限星空不朽 我的元气会大伤 会影响我炼化混沌石碑的速度 原来如此 这样以来的话 龙傲会答应吗 毫无疑问的事情 为了成全自己和白灵 从而让紫灵受到损失 龙傲肯定不会答应 紫灵 此事你不要管了 我会搞定的 龙傲 还没有等龙傲继续往下说 龙傲的身影已经消失 害怕紫灵擅作主张 龙傲立刻找到白灵 将之前的事情 一五一时的讲了一遍 龙大哥 你放心 我不会让姐姐帮我的 恩 白灵 这段时间 行了 我知道 大局为重 听到白灵的话 龙傲笑了 有这样的红颜知己 已经知足 正如龙傲所猜测的一般 他前脚刚刚离开 紫灵就已经来到白灵的住处 开门见山地说道 妹妹 如今龙傲情况很是麻烦 而我却无法相助他 我不可以 你却可以 姐姐 龙大哥的事情 他会自己解决 无需我们相助 啊 似乎有点震惊 这还是自己的妹妹吗 对于妹妹和龙傲之间的感情 紫灵非常清楚 他几乎可以断言 只要龙傲有事 妹妹肯定会出手相助 并且还是拼了性命出手相助 这一点毫无疑问 难道 似乎想到了什么 紫灵深深叹息一声 无奈地说道 妹妹 我知道龙傲已经找过你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龙傲的事情的确很麻烦 大殿之内 龙傲已经不担心紫灵会私自相助白灵提升实力 毕竟他已经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了白灵 只要白灵不想害自己的姐姐 相信肯定不会答应此事 七弟 你还在担心 一看七弟一脸的凝重 龙鹰当然知道七弟担心着什么 第二星空帝国的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实力摆在那里 要是两人全力对付自己的话 实在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要说不担心 那肯定是骗人的 龙傲笑了笑 说道 大哥 我说实话 我并不是很担心第二星空帝国的两人 我真正担心的是第一星空帝国的三人 笑里藏刀更加可怕 龙傲总是感觉 星空三鹰是笑里藏刀 正是如此 他非常担心 因为不知道 星空三鹰会不会被地理出手 距离龙藤未念 一个高级未念 星空三鹰相应而坐 人鹰很是不爽地说道 大哥 二哥 我心里很是不舒服 一个小小的龙傲 一个小小的龙藤帝国 居然有资格和我们联盟 他们凭什么 地鹰却是笑了笑 天鹰笑着说道 三帝 少安勿躁 刚刚你也已经说了 一个小小的龙傲 还没有资格和我们成为联盟 我们只是想要借助龙傲的力量 牵制第二星空帝国 地鹰接着说道 这么多年来 我们第一星空帝国 虽然死死地压制着第二星空帝国 但始终无法彻底毁灭第二星空帝国 原因就是林涵和王涛的守护 三人其实很是无奈 虽然他们三人联手 可以击败林涵和王涛 却无法真正毁灭两人 要不是如此 他们三人也不用等这么多年 还是迟迟不出手 大哥 二哥 就凭一个小小的龙傲 就可以撼动第二星空帝国 直到此刻 任鹰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龙傲只是星空借尊 就算有着两位星空不朽坐镇 想要抗衡第二星空帝国 还是有点扯淡 连第一星空帝国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个龙腾帝国肯定也做不到 三弟 你不要小看龙傲此人 很不简单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天鹰站起身 看着远方无尽的虚空 说道不能给再短短的数年时间 就成长到这一步 就足以说明龙傲的强大和潜力 要是我们能够借助龙傲的力量 一举毁灭第二星空帝国的话 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九大星空帝国 第二星空帝国是第一星空帝国最大的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星空帝国总是想要彻底覆灭第二星空帝国真正的原因 大哥要是我们和龙傲一起覆灭了第二星空帝国到时候无法压制龙傲又该怎么办 帝英也非常的担心 因为龙傲的潜力和天赋 还有龙腾帝国如今的实力 的确已经对第一星空帝国造成威胁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 龙腾帝国日后就不会出现极限星空不朽 万一要是出现呢 对于二弟的担心 天鹰岂能不知道 想了想 说道 哼哼 龙傲只是我们的一枚棋子 这么多年了 我们三兄弟一直追求极致 奈何没有混沌石碑 我们的修为已经达到巅峰 想要更上一层楼 必须吞噬混沌石碑 持二面混沌石碑 乃是每一位星空修炼者 都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 不过这么多年来 从未有人得到过任何一面混沌石碑 包括他们这些所谓的极限星空不朽在内 同样没有人能够得到混沌石碑 等到彻底解决第二星空帝国之后 我们立刻覆灭龙腾帝国 不给龙傲任何崛起的机会 这一次 我们要覆灭所有的超级星空帝国 然后我们三兄弟就可以专心寻找混沌石碑 从而追求星空主宰之路 必应和人影向往的点点头 寻找混沌石碑是在必得 无论是谁都无法阻止他们 不过在寻找混沌石碑之前 则是先要搞定威胁第一星空帝国所有的麻烦 第2294章有什么要求尽管题 除了第一星空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 其余的七大星空帝国 全部选择袖手狂观 九大星空帝国 第一星空帝国有着三位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第二星空帝国却有着两位星空不朽存在 至于剩下的七大星空帝国 则是各有着一位极限星空不朽 七大星空帝国也很乐意看到 第一星空帝国和第二星空帝国之间的大战 从而坐收羽翁之力 至于龙腾帝国 根本没有人将龙腾帝国放在眼里 龙傲的生死 更加没有人放在眼里 龙腾帝国就算如何强大 没有极限星空不朽坐镇 那么龙腾帝国根本无法挤进九大星空帝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林涵 王涛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两人万万没有想到 星空三英会突然出现 要只是龙腾帝国 想要将其覆灭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但是现在 有着第一星空帝国的插手 事情将变得非常麻烦 王兄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韩林身上散发着无尽的杀气 要不是忌惮星空三英 如今的龙腾帝国说不定已经被覆灭了 王涛也是一脸的无奈 林兄 如今的情况 相信你已经知道 不用我多说 林涵点点头 如今的情况 他当然知道一二 王涛却是冷笑一声 说道 根据我的猜测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对付龙腾帝国 星空三英肯定不会出手 这是何意 林涵很是好奇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对付龙腾帝国 星空三英不会插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涵知道 如今的龙澳和星空三英已经结成联盟 要是自己对付龙腾帝国 星空三英肯定会出手 要是不出手 这还是联盟关系吗 林兄 你真的以为星空三英和龙澳是联盟关系吗 难道不是吗 肯定不是 只是表面的问题 我几乎可以断言 星空三英不会插手我们的事情 隔岸关火斗 坐收羽翁之力 原来如此 要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岂不是便宜了第一星空帝国 林涵不是傻子 当然知道星空三英的意思 林兄 既然星空三英想要坐收羽翁之力 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如何 什么意思 以退为进 我们先和龙澳化敌为友 我们覆灭了龙腾帝国 对我们没有什么利益 点点头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很清楚如今的处境 星空三英突然出手 肯定是想要对付第二星空帝国 而不是想要真正和龙澳结成联盟 龙腾未念 龙强和子灵再次加强防御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会何时前来 说到底 龙澳还是非常忌惮两位极限星空不朽 要是两位极限星空不朽执意全力对付龙腾帝国 自己还真是难以应对 整个龙腾未念战时封锁 没有人可以进入 也没有人可以离开 龙澳修为突破封号戒阻的事情 已经传开 所有人都为之震动 因为所有人虽然都知道龙澳天赋异禀 修炼速度快 但在短短的数十天之内 就从星空戒尊突破封号戒阻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龙澳的天赋 足以振折整个浩瀚星空 按照这种天赋一直修炼下去 相信用不了多久 龙澳就可以成就星空大能 并且一路高歌猛进 最终很有可能成就星空不朽 所有人甚至断言 龙澳最终很有可能成就极限星空不朽 因为龙澳这种天赋实在太过逆天 就算如此 还是没有人愿意相信 龙澳的修为提升得如此之快 混沌殿之内 龙澳还在等着神秘之力 因为要是再来一次 自己的修为说不定可以从封号戒阻 直接突破至星空不朽 要真是如此 就算是面对极限星空不朽 他都可以一战 奈何 混沌殿之内的神秘力量 根本不是他能够左右的 也就是说 神秘力量想要什么时候出现就什么时候出现 也看混沌殿的心情 很是无奈的怂怂间 对于混沌殿内的神秘力量 龙澳算是无奈到了极点 要是放在平时 神秘之力何时出现都可以 唯独现在的情况很是特殊 尤其是招惹了第二星空帝国 两位极限星空不朽的出现 使得情况很是危机 所以 龙澳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提升实力 实力越高越好 对帝国越是有利 可惜混沌殿内的神秘之力 始终不出现 搞得他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至于九转混沌绝 已经修炼到前六转 剩下的第七转 第八转和第九转 鬼知道何时才能够突破 不过龙澳很是期待 期待剩下的三转到底有什么样的威力 不过龙澳同样知道 剩下的三转到底有多么高的难度 恐怕真的是生死间的突破 稍微差一点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第一星空帝国和龙腾帝国结成联盟 而第一星空帝国派来的使者 不是别人 正是见无敌的师父 赵冲 一位星空大能强者 对于赵冲的突然降临 龙澳没有丝毫的惊讶 正如他之前的猜测一般 星空三英想要坐收渔翁之力 肯定不会出手相助自己 随着赵冲的前来 龙澳越发的确定 还是那句话 星空三英要比林涵和王涛更加无耻 更加可恨 师父 你来了 恩 我这次是代表第一星空帝国 和龙腾帝国正式结盟 龙腾帝国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要是我们第一星空帝国能够做到的事情 肯定不会推迟 这样听起来 第一星空帝国似乎很够意思 不过龙澳 甚至包括见无敌都知道 第一星空帝国也只是客气客气罢了 龙英咳咳两声 笑着说道 第一星空帝国客气了 能够结盟我们已经很高兴 至于其他方面 我们没有其他要求 龙澳并未出现 使得赵冲心里很是不爽 不过也没有发作 第2295章混沌未念 赵冲也万万没有想到 龙澳可以引出三位老祖宗 星空三阴意味着什么 别人也许不知道 他岂能不知道 如今的赵冲 根本不敢随随便便地招惹龙澳 原因很简单 一个连第二星空帝国 甚至连两位极限星空不朽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会将他一个星空大能放在眼里 如今的龙澳 已经经非习比 赵冲更加清楚一个道理 那就是如今的龙澳 想要杀他的话 几乎是分分钟的事情 赵冲并没有立刻返回第一星空帝国 而是暂时留了下来 意思很简单 赵冲这次前来 主要是做做样子 第一星空帝国越是如此 龙澳越是断言 自己的猜测没错 星空三阴根本不想相助自己 星空三阴无非就是想要借助自己的力量 从而打击第二星空帝国 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和第一星空帝国彻底撕破脸皮 要是彻底撕破脸皮 前后第一星空帝国 后有第二星空帝国 到时候骑虎难下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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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浩瀚星空 突然间震动起来 就好像发生了地震一般 这种情况 无数年来 从未发生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巨大的未面前 吞噬星空主宰 雷电星空主宰 空间星空主宰 时间星空主宰 毁灭星空主宰 轮回星空主宰 杀戮星空主宰 神算星空主宰 不灭霸体星空主宰 飞暗星空主宰 十位元星空主宰 全部出现在未面前 一个个脸色既惊喜 又震惊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众位 刚刚你们应该感应到了什么 听到神算子的话 所有星空主宰 都是点点头 真是没有想到 浩瀚星空 当真有着其他的 混沌石碑存在 要不是亲身经历 真是难以置信 所有星空主宰 都是一副无奈的表情 这么多年来 无论是谁 都认为浩瀚星空 共有十二面混沌石碑 分别是五行混沌石碑 吞噬混沌石碑 雷电混沌石碑 空间混沌石碑 时间混沌石碑 毁灭混沌石碑 轮回混沌石碑 杀戮混沌石碑 神算混沌石碑 建议混沌石碑 不灭霸体混沌石碑 黑暗混沌石碑 除此之外 再无第十三面混沌石碑 但是结果呢 就在刚刚 十二位元星空主宰 全部同时感应到 混沌石碑的气息 也就是说 浩瀚星空 又出现了一面混沌石碑 也就是所谓的 第十三面混沌石碑 要说不震惊 那肯定是骗人的 神算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如今所有星空种族 全部都是以神算子 马首是瞻 不管怎么说 十二位星空主宰 唯独神算子 恢复了巅峰石碑 其他的星空主宰 还在炼化着混沌石碑 想了想 神算子很是无奈地叹息道 我刚刚已经感应过来 我们根本无法踏入这个位面 所以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根本不知道 啊 所有星空主宰都彻底惊呆了 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浩瀚星空之中 还有他们无法踏入的位面 没有人怀疑神算子的话 如今的浩瀚星空 神算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人 不要说其他人 就算是他们十一人都不是是神算子的敌手 远处 龙傲 紫灵和龙强的身影出现 三人都吞噬了混沌石碑 所以这个神秘未面的降临 三人也同时感应到了 只是不愿意和众人见面 三人才没有露头罢了 龙傲 我刚刚已经感应过了 这个神秘未面 我们根本无法进入 并且里面存在着混沌石碑 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浩瀚星空 真的还有其他混沌石碑存在 紫灵当然知道龙傲拥有第十三面混沌石碑 却没有想到 这个浩瀚星空 还有着另外的混沌石碑 点点头 吞噬了混沌石碑 龙傲当然能够感应到 笑着说道 紫灵 你们十二人无法进入 但我却是可以 这是为什么 紫灵很是好奇 要是没有吞噬混沌石碑的龙傲 当然可以随随便便地踏入这个神秘未面 唯独如今的龙傲 情况和自己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龙傲也吞噬了混沌石碑 既然如此 龙傲为什么能够踏入这个神秘未面 想不通 很是想不通 紫灵 这个神秘未面 外面有着一层神秘力量笼罩 我们暂且称之为 这股神秘力量为混沌之力 而你们十二人 虽然还没有真正掌握混沌石碑的力量 却依然接触到了这个力量 所以触动之下 你们一旦踏入神秘未面 就会被混沌之力布置成的气罩攻击 是生是死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这股混沌之力是否能够击杀子灵等人 就算是龙傲也不知道 不过直觉告诉他 这个神秘未面不简单 连十二位星空主宰都无法踏入的地方 想想都知道这个未面到底有多么恐怖 原来如此 那你为什么能够进入 因为我的混沌石碑 乃是无属性混沌石碑 刚刚我也已经试过 我的确可以踏入这个未面 至于到底是什么因为 其实我也不知道 子灵也很是惊喜 说道 龙傲 既然如此 我们这些星空主宰都无法进入其中 那么你完全可以踏入 要是能够再得到一面混沌石碑 那么对于你来说 将会有着很大的相助 对于子灵的意思 龙傲岂能不知道 龙傲当然也想要得到另外的混沌石碑 哪怕只是一面混沌石碑 这样的话 龙腾帝国之内 又有人可以吞噬混沌石碑 从而成就星空主宰 这样的话 对于帝国来说 的确相助很大 大哥 你要是独自一人踏入神秘未面的话 恐怕有很大的危险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哥最好不要进入神秘未面 为了一面混沌石碑 从而冒险值得吗 值得吗 在子灵和龙傲看来 此事非常值得 因为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两人心里非常清楚 第2296章没有问题 值得 龙强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过混沌未面内有着混沌石碑 我是势在必得 龙强很清楚大哥的性格 但凡决定的事情 几乎不会改变 正是如此 龙强没有继续奉劝下去 龙傲 子灵 龙强 你们过来吧 已经被十位星空主宰发现 龙傲三人也没有继续隐藏下去 这个未面的事情 相信你们已经知道 略知一二 龙傲点点头 声音很是平淡 神算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以神算子马首是瞻 不管怎么说 十二位星空主宰之中 神算子是唯一一个恢复巅峰时期的人 想了想 神算子很是无奈地说道 这个神秘未面 我们十二人都无法进入 不过里面的混沌石碑 却不能让其他人得到 众人全部点点头 每位星空主宰都非常清楚 其他人得到混沌石碑意味着什么 浩瀚星空 只容许十二位星空主宰坐镇 正是如此 不可能再出现第十三位星空主宰 那我们封印这个未面 神算子却是摇摇头 说道 这个未面拥有的力量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封印的 我们也不可能一直镇守在这里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我们不要阻止任何人 等到有人能够带着混沌石碑出来 我们可以坐收鱼翁之力 对于神算子的意思 其他人已经全部知道 没有一个人多说什么 全部表示赞同 龙傲 你有问题吗 问我 四周所有的星空主宰 看着龙傲很是好奇 神算子谁也不问 偏偏问龙傲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龙傲的地位 还要凌驾于其他星空主宰之上 不过这种情况下 没有人敢多问什么 我没有问题 神算子笑了笑 说道 你可以进入 并且我可以承诺你 只要你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夺得混沌石碑 我们不会有人出手对付你 听到神算子 除了紫灵和龙墙外 所有星空主宰全部震惊无比 神算子此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是傻子 都非常神算子的意思 龙傲要是能够得到混沌石碑 而这些星空主宰不能出手的话 岂不是说 龙傲可以吞噬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由此可以看出 神算子是如何看中龙傲 度谢 龙傲没有丝毫的拒绝 因为这种事情 越描越黑 也不知道神算子 是不是故意如此 其他星空主宰 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 十二位星空主宰 当然没有曝露自己的身份 而是传出消息 数是浩瀚星空降临一个神秘未面 里面存在着混沌石碑 十二人并没有说 这面混沌石碑是第十三面 混沌石碑 混沌石碑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无人能够抵挡得住 消息一经传出 整个浩瀚星空为之震动 龙傲已经准备进入混沌未面 几乎可以断言 里面肯定危险重重 稍有怠慢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龙傲先让子林和龙强返回龙藤未面 通知大哥 整个龙藤帝国 无论是谁 包括业绩在内 都不得擅自进入混沌未面 要是没有龙傲的警告 业绩等人肯定会进入 不过业绩很清楚龙傲的性格 龙傲不可能想要独自吞噬混沌石碑 从而业绩选择放弃进入混沌未面 九大星空 十二位极限星空不朽 还有隐藏在暗处的极限星空不朽 星空不朽 星空传奇和星空大能 甚至包括星空借祖之下所有的人 全部赶往混沌未圆面 短短的一天时间 混沌未面四周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浩瀚星空能够赶过来的强者 全部赶到 而且这个数量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 要是靠实力抢夺混沌石碑 恐怕没有人敢踏入 因为浩瀚星空 除了十二位星空主宰外 最为强悍的存在是极限星空不朽和星空不朽 不过这次抢夺混沌石碑 明显不是靠实力 而是靠运气 只要运气好 不要说极限星空不朽 说不定一级星空修炼者也可以得到混沌石碑 正是这个原因 不管是谁 只要能够赶来的人 全部赶来 有几人组队 有数百人组队 还有数万人组队 比如九大星空帝国 就是数十万人 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清楚 人多力量大 所有人来到混沌卫面 没有丝毫的迟疑 一个个全部涌入混沌卫园面之内 先进入的是三十几位极限星空不朽 下来是星空不朽 星空传奇 星空大能 封号借祖 星空借祖 封号借地 星空借地 以此类推 足足一个时辰 无数的人才进入得差不多 不过四周还是有着无数的星空修炼者 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地涌来 一眼望去 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人 如此多的人涌入混沌卫面 在所有人看来 混沌卫面要是不够大 恐怕还放不下 这样的话 寻找混沌石碑 似乎就要变得非常容易起来 但是结果呢 所有人进入混沌卫园面之后 全部彻底震惊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猜到 整个混沌卫面实在太大了 无边无际 这么多人进入混沌卫面 就好像蚂蜓卫面 就好像蚂蚁进入卫面一样 不要说现在的人 似乎整个浩瀚星空所有人全部涌入其中 似乎也有点渺小 没有人知道混沌卫面到底有多大 要是这样的话 寻找起混沌石碑的难度 恐怕要无限地增大 因为谁也不知道 混沌石碑到底在哪里 万一极限星空不朽或者星空不朽出手 试问 进入混沌卫面的所有人 哪有人能够抗衡极限星空不朽 所有人都非常极点九大星空帝国 尤其是所有的极限星空不朽 不要得不到混沌石碑 反而丢了性命 那就得不偿失了 正是如此 所有人全部躲着所有的极限星空不朽 包括九大帝国 不过进入混沌卫面 都是想要得到混沌石碑 没有人愿意互相厮杀 第2297章我不需要 龙奥同样进入混沌卫面 混沌卫面 只是龙奥战时给起的一个名字 别人也许不知道 龙奥岂能不知道 这得卫面四周 到处都散发着混沌之力 也就是混沌石碑内的力量 这种力量 可以说是浩瀚星空最为强悍的力量 就算是十二位星空主宰 都无法真正掌握这种力量 不过这种力量不会随随便变的攻击 除了龙奥之外 其他人 没有人知道关于混沌卫面的任何事情 所有人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卫面之内 有着混沌石碑存在 无论是谁 只要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日后就有希望能够乘机星空主宰 疯狂寻找 所有人到处寻找着混沌石碑 不过混沌卫面实在太大了 鬼知道混沌石碑在何处 想要找出混沌石碑的下落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沈腾 沈臣父子两人擅自进入混沌卫面 两人一直在寻找龙奥的踪迹 终于在第五天的时候找到了龙奥 刚刚见面 龙奥就已经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脸色极其的阴朗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龙奥 我们这次进入混沌未面 只是想要碰碰运气 要是我们真的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绝对不会忘记 摆摆手 龙奥一脸的厌恶 不想继续听下去 本来感觉沈腾和沈辰还是两个人才 想要加以重用 却没有想到 两人居然敢如此违背自己的意思 完全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 你们两人的生死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过问 龙奥这次是真的动了杀念 整个龙腾帝国 甚至包括业绩在内 都没有随随便便地踏入混沌未面 唯独沈腾和沈辰两人 两人喝了一跳 龙奥 好自为之 看着转身离去的龙奥 沈腾狠狠地骂了一句 说道 父皇 我们何必求他 要是我们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成就星空主宰 到时候巴结的就是他 而不是我们 沈辰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是感觉自己两人这次的决定 似乎有些欠考虑 不过事情已经如此 自己两人恐怕无法回头了 这个时候 就算自己两人愿意 龙奥也未必会接受自己 好 你说得很对 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的运气 两人完全被混沌石碑蒙蔽了双眼 不仅是两人 所有人为了混沌石碑 似乎全部疯癫起来 龙奥刚刚离开 赵冲的身影突然出现 赵前辈 你 你看着面前突然降临的赵冲 不管是沈腾还是沈辰 两人的脸色彻底变了 因为赵冲的实力摆在那里 星空大能 要是击杀他们 完全是分分钟的事情 你们两个还真是不自量力 居然敢踏入混沌卫面 想要抢夺混沌石碑 你们够资格吗 就在两人准备说话的时候 赵冲继续说道 我不想多说废话 我要杀了你们 给龙奥送礼 送礼 打自己两人送礼 两人准备明白赵冲是什么意思 按照正常情况 既然进入混沌卫圆面 赵冲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全力寻找混沌石碑 但是赵冲却要杀自己两人 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自己两人 在赵冲这种级别的眼里 连楼椅都不算 一切都是为了讨好龙奥 两人心里很是愤怒 赵前辈 你 废话少说 我就在赵冲准备出手的时候 龙奥的身影突然出现 去而复返 看到龙奥 两人心中顿时一喜 立刻退后来到龙奥的身边 沈臣说道 我们错了 请你救救我们 赵冲 这是什么意思 要是之前 面对一位星空大能 龙奥还真的有点忌惮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彻底不同 随着修为的突破 达到封号戒阻 只差一步就能够达到星空大能 龙奥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算面对赵冲 也有一战之力 正是如此 龙奥没有丝毫的忌惮 龙奥 他们两个吃里爬外 没有你的命令 居然敢私自踏入这里 完全是没有将你放在眼里 我帮你解决了他们 也算是送你一份礼物 沈臣和沈腾根本不敢说话 因为这种情况 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插嘴 只要龙奥愿意 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击杀 甚至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如今只是希望龙奥不要点头 龙奥确实笑了笑 说道不管他们是否听话 始终都是龙腾帝国的人 还能不找你来管 你认为呢 听到龙奥的话 两人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来龙奥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这样的话 自己两人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赵冲却没有丝毫的愤怒 对于龙奥的命令 他当然知道 整个龙腾帝国 包括两位星空不朽都没有前来 唯独两人 本来他就是想要巴结龙奥 却没有想到龙奥处处如此 赵冲很清楚龙奥的潜力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弟子加入龙腾帝国 对于赵冲的意思 龙奥知道得清清楚楚 正是如此 他很清楚赵冲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人绝对不能多打交道 他甚至可以断言 要是有机会 赵冲肯定会在自己背后捅刀子 龙奥 我只是为你好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 不想继续逗留下去 龙奥说了一句走 然后带着两人快速离开 不依惠的时间 三人的身影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渐渐消失的三道身影 赵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冷漠的自语道 龙奥 既然你不上道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 想和我斗 你还差得很远 外人根本不知道 甚至包括见无敌在内都不知道 赵冲其实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赵冲有着三位师父 三位极限星空不朽师父 正是来自第一星空帝谷的星空三英 赵冲本来想要和龙奥搞好关系 好好地利用一下此人 不过刚刚他也看到龙奥的态度 既然如此 那就斩草除根 永绝后患 第2298章算了 赵冲很清楚 单单靠自己的实力 未必是龙奥的敌手 虽然龙奥只是封号戒祖 他还是没有丝毫的信心 唯一的办法 就是借助三位师父的力量 三位师父 也就是所谓的星空三英 都是极限星空不朽 想要急杀龙奥 完全是分分钟的事情 跟在龙奥身后的两人 一句话都不敢说 还以为能够得到混沌石碑 却万万没有想到 还没有去寻找 就差点被杀 两人很难想象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 自己两人不要说吞噬混沌石碑 是否能够活着离开 这个混沌未念 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爹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沈腾心里很是担心 他不知道龙奥到底是什么意思 龙奥已经下了命令 不管是谁 都不得踏入混沌未念 他们两人擅自进入 龙奥万一出手 自己两人只有死路一条 静观其变 其实沈腾心里也不知道 龙奥是个什么意思 如今的情况 对他们来说 很是不利 大概走了数十分钟后 龙奥突然停了下来 喝了两人一跳 大哥 从龙奥变成大哥 已经说明两人的意思 说到底 两人还是害怕龙奥 因为龙奥如今的实力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抗衡 只要龙奥愿意 分分钟可以灭杀他们 你们想要吞噬混沌石碑 龙奥问此话是什么意思 两人有点萌圈 不知道龙奥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过事情已经如此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 点头回答道 大哥 要说我们不想吞噬混沌石碑 恐怕你也不相信 我们这次前来混沌未念 也是想要碰碰运气 看看是否能够得到混沌石碑 实话实说 龙奥没有想象之中的愤怒 而是无奈地说道 你们知道 为什么我不让你们进入混沌未念吗 请大哥告知 两人的确不知道 不过两人不是傻子 当然能够猜到 既然龙奥禁止龙腾帝国的人前来 肯定有着猫腻 不过两人还是想要碰碰运气 摇摇头 龙奥很是无奈地说道 你们两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们 无论是谁 得到混沌石碑都是死路一条 就算是极限星空不朽都同样如此 就算其他星空主宰做不到 也不代表神算子做不到 以神算子的实力 可以覆灭任何人 两人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龙奥肯定不会忽悠自己 完全能够想到的事情 要是如此容易 龙奥肯定会让整个龙腾帝国的人前来 毕竟人多力量大 但是结果呢 除了龙奥自己外 禁止任何人进入 这说明了什么 难道自己两人这次踏入混沌未面 真的是错了 沈腾 沈辰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再是龙腾帝国的人 而你们也和我龙奥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好自为之 两人算是彻底喝坏了 这种情况下 要是龙奥真的选择袖手狂观 他们两人恐怕还真的是死路一条 大哥 摆摆手 阻止了两人 龙奥很是不耐烦地说道 龙腾帝国 包括叶大哥在内 没有人违背我的意思 知道为什么吗 威慑 应该不是 就算其他人害怕龙奥 但是叶绩没有理由忌惮龙奥 不管怎么说 叶绩始终都是星空不朽 除非是极限星空不朽 否则的话 业绩完全可以横行整个浩瀚星空 既然如此 业绩也没有踏入混沌未面 所有人都选择相信我 因为他们知道 我不会害他们 包括东方豪在内 唯独你们两人 沈腾和沈晨依稀记得 之前他们找到东方豪和车宜曼 要求两人同自己两人一起前来 碰碰运气 看看是否能够吞噬混沌石碑 但结果却是 不管是东方豪还是车宜曼 两人都是一个态度 坚决不前来 哪怕是因为混沌石碑的诱惑力 两人已然是这个结果 刚开始两人还很好奇 不知道两人这到底是怎么了 要是其他东西 放弃也就放弃了 唯独混沌石碑 乃是每一位星空修炼者 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为了混沌石碑 就算是极限星空不朽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 其他人选择相信龙傲也就罢了 他们实在想不通 车宜曼和东方豪也是刚刚加入龙腾帝国 为何也如此相信龙傲 想不通 实在想不通 是否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 机会 龙傲笑了 你们四人 当初我应该全部灭杀的 不过我很看重你们四人 按照我的想法 就算无法将你们打造成为极限星空不朽 最次也是星空不朽 不过 算了 事已如此 多说无意 不想继续说下去 转身离去 不依会的时间 龙傲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爹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免得节外生枝 难道我们不碰运气了 算了 龙傲话中有话 我们还是先保命 沈腾和沈辰准备离开混沌未面 可惜却死了 至于是谁杀了两人 无人知道 因为在混沌未面 不要说两人 就算是星空大能 包括星空传奇在内 恐怕死了都不会有人过问 这里杀一个人 就好像才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 试问 才死一只蚂蚁 会有人过问吗 人人自为 人人寻找混沌石碑 因为在寻找混沌石碑的过程之中 没有人保证自己就是安全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何时就会被人所杀 并且混沌未面之中 有着无数的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被立刻击杀 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沈腾和沈辰 龙傲没有丝毫的纠结 放弃就放弃了 不管怎么说 此时都是两人自己选择的 愿不得任何人 混沌未面 无边无际 想要找出混沌石碑的下落 简直就是大海里捞针 就算是龙傲都没有丝毫的信心能够找到 还是那句话 无论是谁 包括龙傲在内 进入其中都是碰运戏 第2299章一天 林涵和王涛同样进入了混沌未面 两人除了寻找混沌石碑外 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要借此机会除掉龙傲 不除龙傲 始终都是心腹大患 两人心里非常清楚 星空三英就是要借助龙傲的力量 对付第二星空帝国 从而做到坐收羽翁之力 龙傲必死 两人很是忌惮星空三英 并且非常忌惮龙傲的天赋异柄 锁定数十天之后 林涵和王涛带着所有人 终于锁定了龙傲的位置 这一次 没有丝毫的废话连篇 找到之后立刻截杀 如今的龙傲已经今非昔比 随着修为的顺利突破 龙傲不要说在同级别之中无敌 就算是越级挑战星空大能 都没有丝毫的问题 不过面对星空传奇和星空不朽 尤其是两人 还是有点束手无策 境界的绝对相差 始终无法弥补 不过第二星空帝国想要击杀龙傲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不说其他 单单是混沌殿 就没有人能够杀得了龙傲 不要说第二星空帝国 就算是十二位星空主宰 都拿混沌殿没有丝毫的办法 天地玄黄 乃是第二星空的四位星空传奇 分别是天传奇 地传奇 玄传奇 黄传奇 四人在无数年前就已经成就星空传奇 同时修炼无数年 已经心心相应 四人联手 几乎可以在星空传奇之中打遍无敌手 天地玄黄除了实力强悍之外 还有着一门神通 只要第一次锁定一个人的位置 那么往后便可以次次锁定 要是龙傲一直躲在混沌殿之内 无论是谁 就算是天地玄黄四位星空传奇 也根本无法继续锁定龙傲的位置 但是龙傲能够在混沌殿一直逗留下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龙傲这次踏入混沌未免 主要就是为了寻找混沌石碑 一旦得到混沌石碑 自己的家人就可以吞噬 日后成就星空主宰 这样以来 龙傲不可能一直躲在混沌殿之内 刚刚出现 就被四人锁定 林涵和王涛没有继续追杀龙傲 而是将此事交给天地玄黄四人 至于自己 则是带着其余人继续寻找混沌石碑的下落 两人有着十足的信心 以天地玄黄四位星空传奇的实力 完全可以击杀龙傲 只要杀了龙傲即可 龙傲手中有着星空神器 我们很难锁定这件星空神器的位置 这样下去始终不是办法 四人也算是郁闷到了极点 要是龙傲不躲入星空神器 那么以他们四人的实力 可以分分钟锁定龙傲的位置 但是结果呢 只要龙傲进入星空神器内 他们就无法继续锁定 这种事情 还从未发生过 老祖宗如何看重此事 无需我多说 要是我们能够顺利击杀龙傲 想想都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这么多年 我们四人一直无法突破星空不朽 就是没有机缘 天传奇是老大 地传奇是老二 宣传奇是老三 黄传奇是老四 天传奇开口 其余三人都仔仔细细地听着 不敢有丝毫的违背 两位老祖宗乃是极限星空不朽 要是全力相助我们四人 毫无疑问 我们四人肯定能够借此机会 一举突破星空不朽 大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都要急杀龙傲 为了突破星空不朽 四人也算是拼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看着面前的四人 笑着说道 四位 你们已经追了我三天三夜 不是我小看你们 就凭你们四个 休想对付我 还没有等四人反应过来 龙傲伸出右手 朝着四人轻轻这么一画 四人四周出现星空裂缝 犹如吞噬兽一般 狠狠地吞噬着四人 星空裂缝 这是什么情况 四人当然没有听说过此事 见到龙傲居然能够 破开星空裂缝 四人彻底震惊到了极点 因为这种神通 不要说其他人 似乎就算是两位老祖宗都无法做到 至于十二位星空主宰是否能够做到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的一幕 四人震惊得不行 因为龙傲紧握拳头 四周刚刚出现的星空裂缝 居然开始压缩 碎裂星空 并且压缩星空裂缝 四人根本不知道龙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早就已经忘了 龙傲只是封号借阻的事情 其实按照龙傲的实力 根本不是四人的敌手 哪怕动用掌握星空 同样不行 不过这一招实在太过逆天 不管是不是这一招的敌手 完全震撼住了四人 哈哈哈哈 你们怕了 要说不害怕 那肯定是骗人的 星空裂缝消失 四人喝得不清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一丝震惊和难以置信 因为四人根本没有想到 难怪此人敢招惹两位老祖宗 幸亏此人还只是封号借阻 要是突破星空传奇 或者是星空大能 使出这一招的话 自己四人还是对方的敌手吗 没有丝毫的信心 四人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两位老祖宗如此忌惮龙傲 单凭这一战 龙傲就足以傲视星空 龙傲 我们不得不承认 你的这一招的确很逆天 不过你的境界 不用我们多说 四人不是傻子 要是龙傲有实力击杀自己四人 难道不会出手 斩草除根的事情 每个人都知道 四人坚信 龙傲不会不知道 唯一的解释 就是龙傲根本没有实力抗衡自己四人 这样以来 必须尽快地击杀龙傲 否则的话 一旦被龙傲翻过身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不如我们打个赌 什么赌 很简单 要是我能够击杀你们 而手下留情的情况下 你们四人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即可 而要是我无法击杀你们 那么不用你们出手 我自吻于此 期限为三年 如何 啊 龙傲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龙傲真的有信心击杀自己四人 真是扯淡的事情 龙傲只是小小的封号借阻 不要输以一敌四 就算是一对一 龙傲都不可能抗衡 对方表现得越是淡定 四人心里越是没底 要是答应 万一中了对方的全套怎么办 要是不答应 岂不是告诉龙傲 自己四人怕了他 这要是传出去 颜面核存 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一时之间 四人也拿不定主意 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2300张一级必中 四人的脸色很是阴沉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四人不是傻子 龙傲敢如此 肯定是有恃无恐 哼哼 龙傲没有说话 不过这两声哼哼 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 四人的脸色越发的难看起来 龙傲如此 完全是赤裸裸的藐视 龙傲 我们答应帮你 我倒要看看 三年之内 你如何击败我们 就算龙傲天赋异禀 四人也不会相信 对方可以在短短的三年之内 突破星空传奇 甚至使星空不朽 要是不答应 颜面尽失 哈哈哈哈 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互相开杀 龙傲疯狂地大笑起来 笑声直插九霄 四人几乎可以断言 龙傲就算能够碎裂星空 也根本不可能急杀自己四人 还是那句话 要是龙傲有那样的实力 早就出手了 何必等到现在 立刻出手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即杀龙傲 四人很是忌惮对方 因为龙傲的实力 和天赋摆在那里 突然的时间越久 对他们越是不利 鬼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时 四人同时出手 分别以东南西北 四个不同的方位出手 雷霆万军 准备一招灭敌 但是下一秒钟 龙傲的身影突然消失在原地 进入混沌殿 混沌殿和龙硬的威力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当初是否进入龙硬 还要看看别人 是否干扰了空间波动 没有被干扰才可以踏入 要是干扰了空间波动 那么根本无法踏入龙硬空间 但是混沌殿的情况 却完全不同 不管是否干扰空间波动 龙傲都可以肆无忌惮地 进入混沌殿 不要说四位星空传奇 就算是星空不朽 甚至是极限星空不朽 都无法阻止龙傲进入混沌殿 至于十二位星空主宰 是否能够阻止龙傲进入混沌殿 没有真正试过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看着面前突然消失的龙傲 四人面面向是 此子仗着有星空神器 肆无忌惮 我们该怎么办 四人很是郁闷 四人简直苦闷到了极点 要是硬碰硬 他们当然不惧龙傲 但是结果呢 龙傲根本不和他们硬碰硬 反正就是躲入星空神器 该怎么办呢 束手无策 没有丝毫的办法 天传奇冷冷地说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英雄好汉 原来只是缩头乌龟罢了 可笑可笑 哈哈哈哈 你不要用激将法 你们已重七寡 并且你们修炼了多长时间 而我才修炼了多久 要说到无耻 你们四人比我无耻多了 哑口无言 无言以对 因为龙傲所说的确如此 他们四位星空传奇联手 一起对付龙傲 本身就是很无耻的事情 三年时间 要是龙傲一直躲藏下去 自己四人 岂不是没有丝毫的机会 混沌店内 龙傲没有鲁莽形式 因为他非常清楚 自己和四人只见的差距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四人不要书联手 就算是随随便变得出来一人 都不是他能够应对的存在 至于三年之约 龙傲则是有着十足的信心 要是三年之内 神秘之力出现一到两次 他有信心修为突破星空传奇 甚至是突破星空不朽 退一万步讲 就算自己的修为 只是突破星空大能 照样可以击杀四人 这就是龙傲的实力和逆袭 神秘之力 何时出现 就算是龙傲都不知道 四位星空传奇远钝而去 因为四人不敢确定 龙傲是否还在这里 要是不在的话 他们继续留下也无用 四人刚刚消失 龙傲的身影就已经出现 冷眼看着四人 三年时间还早 龙傲则是转身继续寻找混沌石碑 不管怎么说 这次踏入混沌卫员面内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混沌石碑 就算是龙傲 都无法抵挡住混沌石碑的诱惑 星空三英也已经知道 第二星空帝国开始追杀龙傲的消息 不过星空三英却没有准备出手 原因很简单 从头到尾 星空三英就没有真正想要帮助过龙傲的意思 至于联盟 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天大的笑话 星空三英的意思 就是想要让第二星空帝国和龙傲两败俱伤 从而坐收羽翁之力 三位师父 赵冲 探查得怎么样了 三位师父 恕我直言 我感觉龙傲已经知道我们的意思 此人的天赋和变数太大 要是不斩草除根 我们日后说不定会有很大的麻烦 赵冲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因为他发现龙傲对自己有着杀意 既然如此 赵冲准备先出手 不过自己不是对方的敌手 就准备借刀杀人 三位师父的实力摆在那里 不要说联手 就算是随随便变得出来一位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龙傲 人应接着说道 大哥 二哥 我认为赵冲说得很对 龙傲能够走到今天 肯定不简单 要是第二星空无法击杀他 甚至双方联盟的话 到时候我们就会很被动 与其这样 我们还不如先出手击杀龙傲 毁灭这个麻烦 天鹰和地鹰的脸色也很是凝重 想了想 天鹰冷冷地说道 龙傲拥有星空神器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不过我可以断言 要是龙傲躲入星空神器之内 就算是我们都未必能够锁定对方的位置 这是天鹰最为担心的事情 要是无法一级避重的话 以龙傲的天赋 躲个数万年时间 到时候龙傲成就星空不朽 甚至成就极限星空不朽 试问 第一星空帝国如何抗衡 大哥 我们三人要是同时出手 未尝不能做到一级避重 没有试过怎么知道 既然龙傲已经开始不相信我们 那我们想要隔岸观火斗 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不管是二帝还是三帝都如此说 天鹰也没有多说什么 想了想 说道 你们说得很对 我们一级避重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地鹰和人鹰听到此话 两人脸色顿时一喜 接下来的时间 所有人都在寻找龙傲的踪迹 两人都在寻找龙傲的踪迹 岸鹰赞海 优优独明 第二阅 优独明 除了 处